男人来到鬼秘世界的第一件事 居然是一口吻上了女鬼 不仅拉出了两米半的丝 害羞的女鬼翘脸通红 甚至送给男人一把剪刀 当作定情信物 等着男人把她取回家 但是男人一脸都无所谓 原来江彻穿越到 现实与诡异并存的世界 在这个上厕所 都有可能被诡异找上门的威胁下 每到18岁都有一次逆天改命的机会 并且每人都有一次复活的机会 而通过鬼石主动进入鬼秘世界 只要完成一场鬼秘生存挑战 就有可能一夜报复一步登天 所以江彻来到鬼秘世界后 她并不惊慌 除了诧异自己的鬼力 比常人多出了40点外 江彻就准备到挑战的地点黄泉医院去 不料她开局就遭遇了女鬼 尽管女鬼紧贴着自己时 令江彻有些浮想连天 可等她摘下口罩 掏出夺命大剪刀后 江彻非常从心地跑路 可她一介凡人之躯 怎么可能跑得过猎口女 正当情况危机之时 江彻的系统激活了 不仅替江彻挡下了猎口女的剪刀 还为她提供攻略猎口女的信息 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帮助 就连个新手礼包都没有 这令江彻放弃了硬刚的想法 看着面色阴沉的猎口女 以及那散发出的恐怖杀气 江彻死马当活马医 直接一把将猎口女搂紧在自己的怀中 想到刚才的系统提示 江彻深情地注视着猎口女 对着她说着土味情话 在猎口女没有反应过来时 江彻立马吻了上去 再拉出两米半的嘶吼 猎口女之前的杀气肆意不见 只有脸红的不敢看向江彻 在告知江彻自己的名字叫小猎后 休得转身跑回家 而完成隐藏任务的江彻 得到了猎口女留下定情信物 之后当江彻来到黄泉医院时 她的主线任务是当七天护士照顾病人 她看了一眼系统的提示 就走进医院内部 发现她是第一个到达医院的 不过当一个身材性感的女护士迎面走来 通知她401病房需要服务 以及晚上6点结算工资 就转身走人 江彻还是忍不住发问就她一个人吗 护士长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示意 已经死了一个 但还是挺美味的 说着舔了一下嘴唇 然后扭着胯就走了 留下风中凌乱的江彻 等江彻来到前台 发现并未有护士值班 她拿起前台记录的病房信息来看 然后来到了满是血迹的401病房前 不等江彻打冷战 系统就对江彻进行了提示 江彻冷笑的同时拿出红剪刀 一手拆开房门 看是系统提示的人头 江彻拿起剪刀 直接就往那飞来的人头刺了下去 顿时病房内一片寂静 他们似乎没想到开个玩笑 会有人拿剪刀去捅别人脑袋 理所当然江彻立威的目的达到了 在介绍自己是新来的护士后 询问需要服务的是哪位 结果刚好是被他捅的少女人头 不过当系统提示少女不怀好意后 安静数秒 江彻抓上剪刀用力一合 然后擦了擦嘴角 我不知道你的头那么脆 这一操作 让病房内所有病人不敢再闹事 连需要服务的女孩也不再需要 选择自己拼接头颅 这时江彻又有额外任务 402病房需要护士 江彻看着系统没有提示 放心的推门而入 可一个女鬼却朝他扑了拐 他并不是要袭击江彻 而是嫌弃病床上的小孩派闹听 江彻本想讲故事哄小孩睡觉 但此时的系统再次给出提示 小孩也说讲得不好听 就把江彻吃了 见江彻直接答应 小孩满头问号 好不好听还不是他说了算 所以等江彻一讲 他立马张开大口准备吞了江彻 下一刻雪花飞溅 小孩咬下的是江彻的红剪刀 等一切完事后 江彻领到了护士长的工资 与此同时 全班的同学已经全都到达黄泉医院 当然也有没有完成护士长布置的任务 直接被护士长惩戒的同学 接下来护士长通知他们 回到自己的所在的楼层休息 不过护士长着重提醒他们 天黑之后睡觉千万不要睁开眼睛 不然后果自负 至于江彻则来到贩卖机 购买了一些水和食物 此时江彻发现贩卖机上有个手电筒 可是只有100工资的他根本买不起 等江彻回到宿舍呼呼大睡起来 一个鬼影笑嘻嘻的在注视着江彻 时间来到第二天 江彻就被班花找上了门 原来班花昨天的工资只有无鬼币 想让江彻借一点鬼币给他买试的 为此江彻对他做什么都行 但江彻推脱了 七天满打满算做完任务才七百鬼币 他还要买那个手电筒 在护士长安排完今天的任务后 江彻来到403病房面前 今天他要给403病人送药 要知道他之前病人说过 好几个护士都是被403给试了 但是看到系统的提示后 江彻心疼的花了50鬼币 为403的病人准备一杯玻璃扎咖啡 果不其然当病人喝了一口 瞬间就被这杯咖啡给征服了 立马打赏了江彻几百鬼币 拿到复活的馈赠后 江彻来到贩卖机前 直接把那个手电筒买下 并且解锁了挑战任务血液的卑谜 可忽然班花向江彻跑来求救 他的身后有怪物在追他 可江彻却给了班花一个沙包大的拳头 原来江彻已经看出班花是假冒的 毕竟班花的胸前是有一颗质的 见自己被拆穿 女鬼瞬间撕碎脸皮面具 然而下一秒 江彻手持剪刀就把女鬼贯穿了 这不讲武德的一怒令女鬼都猛了 可江彻毫不怜香惜语 拿着剪子就连续捅了两分半 等到晚上六点 由于江彻表现不错 被护士长额外奖励了鬼币 看得众人羡慕极度恨 不过此时班长站了出来 他提议时间才第二天 人就已不多想要抱团取暖 并拿出自己得到的鬼道 想让众人集合手中的鬼币 把贩卖机的手电筒买下 江彻闻言直接挥手走人 他回到自己的寝室 一边看起手电筒的作用 一边想着晚上要不要出去浪一浪 虽然护士长提醒晚上不要睁眼 但他有系统了 而且只要完成主线任务 高考成绩再差也能保送 等时间来到晚上十点 江彻醒来后的第一眼 眼前的景象令他发懵 只见光线亮丽的卧室不见 只剩下破烂不堪的环境 江彻打开手电筒 他没想到这才是医院真正的样子 他走到房门前 似乎听到外面有什么动静 往猫眼一瞧 一个血色眼球映入他眼帘 紧接而来的是敲门求救生 但江彻直接无视了 反正有一次复活机会 这时候贸然开门只会害了自己 片刻后 一片血水渗了进来 同时江彻的身后不知何时出现一道鬼影 江彻立马转身 并将手电筒照了过去 在光的照耀下 鬼影灰灰烟灭 可就在这时 一声声的哭泣声音传入江彻耳中 而他的挑战任务的进度 显示完成了10% 要知道挑战任务完成度越高 结算时获得奖励就会越好 所以想要提升进度就要出去找那个女人 但是系统没有提示 自己出去瞎找的话 手电筒的时间怕是不够用 所以江彻选择了回到床上睡觉 等第二天江彻给403病房送咖啡时 听见妇婆抱怨昨晚的哭声让她睡不着 江彻本想开口询问 可却被妇婆严重提醒不要多管闲事 不然护士长会杀了他们的 江彻便明白挑战任务 怕是和护士长有什么关联 而江彻今天的任务是去8楼找404的病人 尽管江彻被她好朋友吓了一跳 但这位小胖子有求于江彻 原来胖子的队友今天去8楼 由于尿急去上了的厕所 结果居然死了 等他复活后告诉小胖子 厕所里头有人问他要什么指 胖子的队友选择了白色 江彻看着情景在线 他没有做选择 而是直接掀桌子 一脚踹出去 然后拿出剪刀 就是对着那个鬼连筒十几分钟 最后还是鬼拿出鬼壁球放魔 江彻这才不捅他了 而是询问他有没有看到404病人 得知在隔壁的女厕所 以及系统给出的提示 他直接在厕所外面 寻404病人茅台喝不喝 片刻后 那时一喝一个不知声 借此江彻询问他 知不知道晚上哭声的事 老头文言看在茅台面子上 让江彻可以去楼顶看一看 但等江彻来到楼顶后 发现只是一个普通的楼梯吧 江彻挠了挠头 准备等晚上再来看一看 可忽然江彻发现旁边有一部手机 拉起一看除去是山寨机外 他的任务进度居然暴涨了40% 那么看来这个山寨机就是关键线索了 就在这时系统忽然提示江彻 当他在窥视别人秘密时 说不定别人也在盯着他 与此同时护士长 不知何时在江彻身后看着他 询问江彻在天台干什么 江彻冷静藏好手机 说自己只是出来透一透风 也是不是偷懒 他已经找到了404的病人 以防万一江彻也做好拼命准备 反正还有一次复活机会 然而护士长只是看了江彻一眼 就让他滚蛋 但是江彻今天的工资 因为天台事件只领到了五毛鬼币 再回宿舍的他 等到晚上打开手机后 发现有一个13秒的视频 江彻点开一看 令他头皮发麻的事 视频里居然是他自己 只见视频中的江彻拿出匕首 往脸上一滑 现实中的江彻脸上紧跟着出现伤痕 接下来视频中的江彻 把匕首对准了自己的喉咙 就在要刺下去的前一秒 江彻想到手电筒的作用 立马打开对准了手机 在强光的照射下 手机诡异的黑气迅速被蒸发 江彻这才松了一口气 手机也恢复成正常 里面的视频也由13秒变成27秒 江彻拿起重新点开一看 画面有些凌乱 似乎是一个女人在挣扎 拍摄者却异常的兴奋 最终女人挣扎失败 不过江彻当看到女人嘴边的一颗质时 已经认出她就是年轻时的护士长 由于看不清男人长相 江彻开始一针一针地往回看 尽管还是不知视频中的施暴者是谁 但是江彻却是注意到一个房间号 也就在这时候 耳边响起了任务提示音 她任务进度来到了60% 同时江彻准备到14楼看一看 当她来到1401病房前 忽然听到了一阵脚步声 只见一个白色的人影缓缓走来 她穿着白色的护士服 手里握着一柄血迹斑驳的匕首 可她并不是护士长 而这时江彻脚底却不知何时 一个黑气形成小孩正抱着她的大腿 吓得江彻连忙打开手电筒 虽然诡异小孩被消灭了 但是江彻也被那个女护士给发现了 江彻立马将手电筒对准了她 可无往不利的手电筒 居然对女护士没有用 江彻见状撒腿就跑 等江彻跑到天台 女护士却停在了门口前 江彻知道自己赌队了 楼顶哭声令医院的所有人都为之畏惧 但这时哭声停止 一位穿着白裙子的小女孩 询问江彻是谁 江彻看着系统的提示 摸了摸女孩小小的头说 自己是来陪她玩的 不久后的贩卖机前 江彻给女孩买了一堆的零食 这可把小小开心坏了 任由江彻带着她走动 也如江彻所料 有小小在那个女护士并没有在出现 而她也是来到了1401病房前 在江彻推门而入后 却是立马捂住了小小的眼睛 里面的画面简直触目惊心 只见一个男人被绑在十字架上 她浑身血淋淋的 刚才江彻遇到的女护士 拿着匕首疯狂捅她 她似乎看到了江彻想要求救 却被女护士匕首一划 将她的舌头割下 江彻以为男人死去时 却发现房间好似时间重置 女护士再次对她开始折磨 江彻捂着小小的眼睛 带着小小返回到天台 江彻领走之时 送给了小小一根大棒棒糖 至于她的任务进度也来到了70% 只要她完成了挑战任务 就有学校奖励的100万 将她含心如苦养大的姐姐 也能让她过上好日子 不过江彻下楼时 刚好遇到同样买了手电筒的班长 江彻明白她和自己一样 解锁了挑战任务 但江彻还是建议她别去14楼 班长文言可不听全 对此江彻也无所谓 当来到第二天 有人破大房 因为他们今天的任务是给病人打针 这对于他们来说 根本就不可能完成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爱极难度变成一级 就说隔壁校花叶青瑶所在的班级 同样是一级任务 但校花可是和诡异签订契约的 可还是死了13个人 所以现在不少人选择了退出 这时江彻看到班长居然活着回来 不过接下来的话 令江彻有些意外 原来班长在昨晚被那个女护士捅死 已经用过一次复活机会 同样的班花和小胖子一样用过 这让江彻很意外 没了复活机会 再不退出死了就真的死了 班花咬着牙龈 只有完成主线任务才有机会进青大 所以她要么上青大要么上青女 不过打针这个任务 对于已经和病人混熟的江彻来说 还是简简单单的 甚至她还可以使唤病人 去给那些不听话的病人打针 看得班长那叫一个目瞪口呆 原来班长自认为自己玩不成打针任务 所以请求江彻的帮助 为此弯腰90度 对之前自己的所作所为盗窃 还付出他所知道的1401病房所有的线索 之后江彻跟着班长所知道的情报 准备到护士长休息的副四层看一看 可刚进电梯 就遇到了一位女病人 她向江彻搭话询问要去哪 得知江彻要去太平间玩玩 女病人以为江彻吃醋药了 要知道 这家医院已经建立数百年 那些无人认领的尸体 也就此被堆放在了太平间中 大概是因为太平间太安静太寂寞 里面的尸体经常失踪跑出来玩 为了辨认他们 护士长特地在那些病人手上 挂了个红色号码牌 说着女病人抬起手臂 刚想说什么 却懵逼发现自己手腕上什么也没有 而江彻则掏出一个红色号码牌 询问是她的吗 明明是善良美艳的护士长 却杀死了医院里的所有人 原来在江彻准备前往太平间 去寻找护士长的秘密 只不过却遇到了几个 从太平间跑出来玩的病人 其中有缺失脑袋的 有缺失下半身的 或者干脆在脖子上长出一张嘴 别看他们吵吵闹闹的 其实所有人都想把江彻吃了 然而江彻早就洞悉一切 趁着他们打闹得不经意间 就已经走人来到太平间 等他进入后 经过系统的提示 发现太平间里都是他死去的同学 这时江彻发现桌子上有一本笔记 他拿起打开一看 似乎是一位小护士的日记本 从中描写的文字来看 作为护士的他乐在其中 也由衷地希望自己能继承老师的衣博 只不过令江彻疑惑的是 为什么老师照片被涂鸦 接下来的日记也告诉了江彻答案 他的老师 似乎做出了什么令人难以接受的事 从最后一篇日记书说 又难看出小护士已经彻底绝望 当江彻沉默地合上日记 他的任务进度 直接来到了最后的99% 与此同时 血红的警告弹出 告知所有人他们的模式 变更成为噩梦模式 天黑之后 50年前的杀人魔将会再次出现 在所有人面露惊恐之时 反而江彻脸上露出兴奋之色 他的血色悲鸣的挑战任务 也变更成为了最终的救赎 江彻还没来得及查看 护士长不知何时又出现在他的身后 见状江彻撒腿就跑 但让江彻疑惑的是 护士长并没有拦截他 反观最后的留在医院的三人 也是和江彻会合 斑花一脸担忧询问江彻 怎么应对噩梦模式的挑战任务 江彻文言提议他们还是退出的好 毕竟他们的复活机会已经用过 可班长拒绝了 他想要这次噩梦模式的任务奖励 并且对之前抢鬼毙之事道歉 承诺活着回去一定会补偿他们 但小胖子人间清醒 觉得自己会拖后腿 立马选择了退出 而剩下的两人选择抱江彻的大头 却殊不知五十年前的杀人魔 正是这位护士长 时间一分一秒的来到凌晨十二点 在江彻他们紧张的等待中 护士长来到这个病房前 勒令他们开门 江彻他们当然不为所谱 护士长顿时就怒了 只见他身上忽然长出道次 洁白的玉手也变成鬼爪 然后轻轻一划 门飞瞬间破碎 再见到护士长拿着匕首缓缓走来 班长站了出来大喊江彻他们快走 他留下来阻拦护士长 班花本有些犹豫 但是听到班长坚持 本要迈开步伐和江彻一起离开 可下一刻 他的双脚直接被班长砍断 而班长也毫不犹豫地抛下班花 头也不回地飞快逃跑 班花顿时人都傻了 之前那些话算什么 都是假的吗 江彻此时也发现了不对 对着班花大喊不要磨叽 快一点选择退出 班花闻言这才回过神来 但是来不及了 护士长已经对班花下毒手 江彻见状知道自己就不了 咬着牙狂奔而逃 等江彻追上班长后 班长率先出声表示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他初中的时候 他爸得了癌症 他妈妈一得知就跑了 他的爷爷被气死 他便卖了所有家产都不够医疗费 所以为了救他的爸妈 这次挑战就是他唯一的机会 江彻听了没什么表情 告诉班长不用告诉他这些事 不过江彻还是说了一句 之前帮花和我说过你的家事 请求我能帮助你的话 尽力帮你一把 说完江彻来到天台上 小小一看到江彻 就扑到江彻怀里询问 是来找他玩的吗 班长正疑惑天台 怎么会有个小女孩 可此时护士长已经追到了天台 而他散发的气息 却是地基诡异才有的 这让江彻明白 硬碰硬根本不是护士长的对手 所以任务所描述的救赎就很重要 他看向护士长事宜 反正已经逃不了 不如听他说一个故事 曾经有一个女孩 他聪明善良勤劳务实 最大的愿望 就是成为一名护士长 来帮助更多的人 在他的努力下 他终于转正成为了一名正规护士 虽然很累 但他乐此不疲 收获了许多病人的喜爱 直到有一天 他偶然撞见 令他难以置信的一幕 他最尊重的老师 居然正在猥亵一名女病人 虽然大脑一片空白 但他仍拼命阻止 而老师人渣的本性 也在此刻暴露无遗 非但没有收手 还将他也一同玷污了 为了封口 老师将他提拔为了护士长 梦想以这种方式被实现 根本不是他想要的 本想揭露这一切的他 却发现大家不但不信他 反而还传出了 他卖身求容的谣言 可最让他窒息 不是同事的指指点点 而是他曾经的病人 都开始与他保持距离 至于故事中的女孩 就是你黄泉医院的 护士长孙晓晓 护士长沉默数秒 他裂开嘴哈哈大笑 那些人都是罪该万死 江澈没有反驳 反而还认同护士长的话 这令护士长有些懵了 而江澈示意他那些人渣 确实该千刀万剐 但是他的内心 还存在善良不是吗 这个孩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原来管理医院的护士长 十四楼的鬼护士 天台哭泣的小女孩 其实这些都是 护士长分裂出来的 不然一个天真善良的小女孩 怎么可能令所有人 都为之畏惧 而善良化身的小小 让他待在天台 也是防止他在被玷污 江澈反问他 真的就这样 一直背负诅咒活下去吗 但这些话 对护士长没有用 在黑暗的日子里 是他自己将自己拉出深渊 看着护士长要动手 江澈本不打算 将小小作为人质 毕竟小小是和护士长一体 要是小小受伤的话 可话语刚落下 班长居然一刀将小小捅穿 然后争鸣哈哈大笑 噩梦的挑战奖励将是他的 可下一刻 他笑容戛然而止 紧接着他的头颅一分为二 到此都不明白 护士长为什么一点事都没有 护士长一脸不屑 一把破鬼刀怎么伤得了他 紧接着他朝着江澈走去 准备结束这场游戏 小小却在这时拦在江澈身前 他表示江澈说得对 他们并不是罪人 那群人该死 但也足够了 护士长大声反驳不够 不是所有黑暗都需要光 不是所有罪人都需要救赎 小小哭泣地说 需要救赎的不是那些人 而是我们 我能感受到你一点都不快乐 我们的感情是共通的不是吗 这么多年你让我一直待在这里 你以为这样我会开心 不会被污染 但我一点都不开心 直到大哥的到来 我才会期待下一天到来 而且我也不想再看着你 继续痛苦下去吧 这次就请你好好休息一下 话落小小缓缓消散不见 护士长正正看着 小小天真烂漫的声音 仿佛可以抚平一切伤痕 他也变回了曾经 那个落落大方的少女 最终似乎带着一抹微笑 渐渐消散 江澈松了一口气 差一点就被班长害死 不过俗话说的好 悲喜都自赌 只有自己 才能真正地救赎自己啊 下一刻 恶梦模式的挑战任务结束 如果不看你还没有头 那么他的身材 以及那白皙飘香的狱卒 的确是个地地道道的大美 可这个大美人 如今却要签下奴隶契约 原来在江澈完成 护士长的救赎任务后 开始结算 他在诡异世界的奖励 他不停得到了 莱斯奇的评分 等级上升一级 诡力额外增加50点 还得到了三件物品奖励 能在以后 诡异世界中 获得相关任务物品的 精致补辉合 可以在受伤治疗的医疗箱 穿上与诡异无二的 血色护工服 接下来江澈 本该传送回现实世界 可却不知为何 受到了莫名的干扰 直接前往未知的空间去 与此同时现实世界 由于江澈他们触发了 噩梦任务 也是直接惊动了校长 毕竟只要过了噩梦模式 那都是真正的天之骄子 但明明诡异世界已结束 他们却没有等到江澈的现身 反观江澈这边 他被传送到了一个 诸天监狱的地方 对于江澈来说 他无比的熟悉 因为他每天晚上的梦都是他 看着大门自动开启 江澈小心翼翼的走进 可这次系统却提示他 居然是诸天监狱的主人 就在江澈疑惑之时 一条信息传入江澈的脑海 并且能感知监狱的任何地方 就像开了上帝视角一般 而他则来到了 感知到动静的所在楼层 率先映入江澈眼帘的是 一双光滑白皙的狱卒 紧接着才是一道 穿着红衣的身影 但让江澈懵圈的是 这位妹子竟然没有头 诸天监狱告知江澈 他是一号牢房的囚犯 无头鹰煞小蛮 并且只要提高他的好感度 就可以操控他 以及获得一部分能力 于是江澈开始对小蛮 刷起好感度 可无论江澈怎么说 小蛮一点动静都没有 等江澈说要带他出监狱时 小蛮顿时发出惊喜之声 原来是系统提醒江澈 小蛮想要找回他的脑袋 见好感度增加 江澈示意小蛮 条件就是只要乖乖听他的话 不料小蛮变脸了 直接控制锁链攻击江澈 认为江澈区区一个人类 不配操控他 然而下一秒锁链破碎 江澈轻笑一声 好话不听那就算了 他具现出一个羊皮纸 然后丢给小蛮给他两个选择 第一个签订契约成为他的鬼灵 第二个就是死在诸天监狱 小蛮捡起契约一看 上面的每一条契约 全都是以江澈为主 而小蛮他还不能反抗 这不要脸的契约 小蛮当场就想把他撕碎 可是小蛮忽然看到第十二条 身为主人的江澈 必须帮他找回自己的头颅 小蛮这才心甘情愿 之后江澈被传送回现实世界 等他回来的一刹呢 不管他的班主任还是校长 全都对江澈嘘寒问暖起来 所有意思都表明通关噩梦的江澈 是学校的希望之光 不过这时笑花叫住了江澈 询问他能不能出去说几句话 来到外边 笑花先是恭喜江澈 但下一秒话语一转 笑花直接指出江澈契约了鬼灵 气氛顿时凝固 江澈非常的不解 笑花是怎么知道的 原来是鬼灵与鬼灵之间存在改变 江澈文言无语 本来他还想隐藏小蛮来着 这时笑花询问江澈 向鬼灵贡献了多少共鸣 因为笑花他自己 就是陷阱他班级13个人 才与他身后的鬼灵签订了契约 小蛮告诉江澈 人类与鬼灵契约时 从来都是弱势的一方 江澈那不平等契约 可以说根本不存在 江澈却有些不爽 从来没想到那13人 居然是被当作了共鸣 至于笑花的目的 就是和江澈加个联系方式 毕竟这一届契约鬼灵的 就他们两个 此时诡异高考结束 学校开始公布死亡名单 随着一连串的名字 被通报出来 而那些得知自己孩子 死去的家长 全都崩溃了 其中就有班花和班长了 江澈静静静看着这一切 他的心里没有同情 虽然诡异挑战是强制参加 可并没有限制 随时退出的权利 所以一切的后果 都是自己的选择 这时江澈的姐姐 急匆匆地找到江澈 同时见到完好无损的江澈 也是内心松了一口气 至于江澈说 自己通关了噩梦模式 姐姐那是一点都不信 她可是一直都不想 江澈去诡秘世界 安安稳稳进场 打螺丝就挺好 这瞬间令小蛮不满了 江澈不去诡秘世界 还怎么帮她找头颅 要不是江澈拦着 都要去把江澈姐姐干掉 时间来到第二天的毕业典礼 江澈本以为学校 会对她来的通报嘉奖 结果并没有 江澈正猜测 是不是学校故意隐瞒 就听到有人想要坐她旁边 来人正是叶青瑶大笑话 江澈本要询问她一些事 忽然小蛮事意江澈出事了 只见正在夸夸其谈的校长 全场灯灭的同时 一滴血滴到校长的麦克风上 紧接着上面一条锁链落下 缠绕着一个四肢扭曲 面无生机的诡异 那校长头上密密麻麻的诡异 令无数人头皮发麻 瞬间所有人落荒而逃 忽然这是一位佩戴勋章的人影总出 他怒喝一声废物 只不过是精神入侵就所成这样 而被怒喝的学员人都骂了 只因来人所属诡异局 同管所有诡异之事 而诡异局的人 对江澈倒是很满意 临危不惧是个可造制裁 校花此时神情也跟着凝重起来 因为往年也会有大学在招生时 故意弄出动静 来测试大家的反应 以此来推断 学生的成绩是否属实 但诡异局作为国家机关 这还是第一次 出现在一个高校毕业典礼上 此时小蛮询问江澈 要不要他去笑那个诡异局的人 他们体内不过是地级诡异 打他们就跟打弟弟一样 江澈可不想去台风任机 立马就是拒绝了 这时诡异局的大叔开始他的演讲 鬼历121年9月23日 山城一小区的3214名住户 一夜之间全部消失 而他们的人皮 却被做成衣服挂在自家阳台上 鬼历122年3月13日 魔都著名的游乐场小丑碎尸事件 直接造成144名人员死亡 等等一系列的惨案 都表明他们能进入鬼秘世界 鬼秘也能来到现实世界 大叔质问他们 真的想自己无法反抗被鬼秘杀害吗 而他此次前来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在进行一场鬼秘挑战 不过不是强制性的 想离开的可以离开 至于选择参加的人 只要完成主线任务 可以直接保送清大精大 甚至表现出色的人 还能加入鬼历局作为预备成员 但这些奖励并不能吸引怕死之人 孝花上台自我介绍 可第一件事 却是把班主任脑袋按进讲台桌里 班主任非但不生气 还夸奖孝花是个好学生 原来在鬼历局大叔启动鬼时候 选择留下的人 全部被传送到了鬼秘世界 他们此次的主线任务 是参加碎谷高校的期末考试 在五天时间里 前两天并不能退出 而他们则以转校生来到这里 班主任示意他们来的自我介绍 率先上场的是这位菠菜头同学 他学哥哥来了的自我介绍 喜欢唱跳run 吃鸡玩了两年半 本以为这个介绍很完美 随之下一秒 班主任直接把菠菜头打爆了 这是系统对江彻进行提示 班主任已经厌倦了一成不变 他现在喜欢有趣的同学 于是江彻开始了他的社交牛逼症 他开始调动全班的氛围 伴随江彻衣服一件一件脱落 本随意附和的同学们 在江彻上衣全脱了屎 全都齐齐被江彻调动起来 江彻正要把裤子也脱了屎 班主任连忙出来阻止 他可不想被校长追着看 最后轮到了笑话 他一上来就把班主任头按进讲台桌 他介绍自己曾经三岁时 就拳打南山进老院 脚踢北海幼儿园 班主任拔出自己的头 很欣赏叶青瑶 然后示意复活的菠菜头 再介绍一次自己 菠菜头憋了半天 憋出一句自己喜欢吃巴巴 之后来到晚饭时间 所有人吃的不是眼珠子 就是断手断脚 笑话他们当然吃不下 可江彻却听到了一个 令他兴奋的消息 那就是他们的宿舍 居然是男女混主 江彻感动坏了 没想到鬼秘世界还有这种福利 不过这时管理员 突然现身提醒江彻 在晚上九点西灯后 千万不能乱跑 其次就是救宿舍禁止入内 说完临走之时 他告诉江彻 虽然是男女混主 但万万不能令女生有小生命 系统也提示了江彻 宿舍可是不满摄像头 不过这时江彻注意到 摄友留下的小纸条 原来是怕江彻吃不惯食堂 刻意为江彻留了一些零食 小蛮这时示意江彻 区区一个F级 就装神弄鬼的 要不要他去把这人弄出来 尽管江彻不懂小蛮 是怎么知道对方是F级的 但还是委婉地拒绝 他可不想失去这张范名 接下来江彻看着 自己的信息界面 现在鬼力越高 那些镜物发挥出来的 力量就越大 身体素质也会跟着提升 可是鬼蜜的种类反多 有时候掌握机制 比拥有实力更加重要 所以江彻打开上次的奖励 分别获得了 蝴蝶发家写真杂志 黑色水平 以及特批通行证 江彻认为有可爱妹子当室友 不需要这本写真杂志 小蛮这时拿着通行证 想出校门外面逛一逛 看能不能找到 他漂亮脑袋的线索 江彻一条 原来校花不知道用什么手段 把指导员处理好了 询问江彻要不要和他一起去 就宿舍看看 小蛮想让江彻拒绝 他觉得校花不怀好意 可江彻却是直接就答应下来 这可把小蛮气坏了 江彻当然知道校花有问题 但是解锁挑战任务的线索 八成就藏在就宿舍那里 在江彻他们来到就宿舍后 这里到处充斥着破败不堪 他们也没有分头行动 毕竟在恐怖片中 不都是一分头行动就出事吗 在接下来的探索中 江彻越发觉得校花接近自己目的不纯 可与其保持距离 倒不如凑近一点 看看校花到底在谋划什么 很快在两人的探索之中 来到了最后的六层楼 一来到这 小蛮就提醒江彻 这个楼层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这里实在是太干净了 此时江彻他们来到最后一间教室门前 但就在这时 一声响铃响彻在江彻两人耳中 本来昏暗的走廊瞬间变成血红色 而江彻他们打开的教室起起紧闭 校花按道一声不好 丢下江彻立马跑路 江彻的反应慢了一拍 造成的结果就是 整条走廊充斥着黑色鬼手 小蛮立即实体化挡在江彻身前 并告诉江彻 因为不是在诸天监狱中 他不能在外面实体化太久 所以在他抵抗的期间 让江彻快一点逃跑 下一秒 无数的鬼手朝着江彻袭来 可江彻非但不逃 还拉着小蛮直接跑进了614教室 小蛮正气愤江彻辜负他的好意 但江彻却愣愣地看向前方 原来他们的面前 人静静聆听着 下一刻少女缓缓转身 她的眼中布满了泪水 从歌声中能听出少女的一难评 而系统的提示 也让江彻有些意味不明 不过门外砸门声 令江彻不能再思索下去 他抓起那位妹子 本想带她一起离开 可少女却变成蝴蝶飞散开来 给江彻留下了一个任务线索 以及解锁挑战任务重口说惊 此时鬼手破门而入 对此小蛮拉着江彻衣领 然后一个公主抱 直接从6楼跳了下去 吐得江彻那是稀里哗啦的 笑花给江彻一条手帕 询问江彻刚才怎么不跟着她跑 笑花听着江彻胡说八道 忽然意识到什么 询问江彻是不是找到了线索 江彻直接把手帕还给笑花 留下一句你猜 就要回寝室睡觉 可笑花一句一百万买条线索 让江彻停住了脚步 告诉笑花 线索就在614教室内 不过现在楼里全是触手鬼秘 示意笑花忧着点蝶死了 笑花非常自信 江彻她都能活着出来 她怎么可能死在里面 对此江彻不再劝诫挥手走人 而笑花的鬼灵此时询问笑花 什么时候把江彻献祭给她 她体内不过是残词品鬼灵 根本不足为惧 笑花示意等等 至于那一百万也是假的 她自己都不够花呢 可江彻从始至终都明白 笑花不好相遇 一个漂亮的女孩没有头 为此花了十个亿发布委托任务 可结果另女孩差点哭了出来 就在江彻得到挑战任务线索后 第二天来到班级的她 发现笑花的位置空空如也 江彻也不管她的死活 打算询问其他人 知不知道就宿舍614女生的事 可谁知这话语一出 全班诡异都转过头来 全都面露凶光看着她 江彻立马知道这问题踩到雷了 此时刚好一位美女老师走了进来 江彻立马代替班长大喊启力 这才化解了一场危机 而美女是位化学老师 她今天要做一场实验 需要两名同学配合她 只见她掏出了一瓶绿色液体 刚才喊启力的江彻 立马就被这位美女老师盯上了 美女老师示意她们 喝了后要告诉她感想 这个不知名男同学率先喝下 在说出酸酸甜甜口味后 她直接就化作一滩烂泥 得知是酸甜口后的美女老师笑了笑 然后悠悠地探向江彻 反问她不喝吗 江彻拿着饮料 现在她喝也不是 不喝也不是 看着美女老师逐渐不耐烦 江彻立马用无数优美的语言 开始夸起她手中的饮料 认为这瓶自带体香的饮料 给她喝就是浪费 随即就是抓过一位替死鬼 然后把饮料灌进她的嘴里 美女老师对于江彻的夸奖非常满意 逃过一劫的江彻松了一口气 等到午餐时间 大家都饿得前胸贴后背 毕竟诡异吃的东西 他们实在是下不了口 有些人打算两天过后 就退出诡秘世界 这时笑话叶青瑶忽然出现 她一上来就找上了江彻 说是认可江彻的实力 想要和她展开深度合作 小蛮现身提醒江彻 她能感受到叶青瑶 还有她体内的鬼灵 对江彻充满了恶意 让江彻一定要远离叶青瑶 于是江彻开始了她的胡说八道 这次叶青瑶再给一百万 江彻都是选择装傻 这可把笑话大人给气坏了 等江彻离开后 小蛮对于江彻听尽她的劝解 她此时非常的开心 并提议去学校外边逛逛 而江彻则看着小蛮的好感度 见到距离五十点好感度已经不远 江彻答应了小蛮的请求 她还挺期待能抽到什么能力 哪怕离开任务场景会失去复活机会 但是江彻却是真的傻眼了 让她有信心的在外探索的底牌 还是那件穿上与诡异无二的血色护工服 但是却没人告诉她护工服居然是女装 江彻不管笑翻天的小蛮 因为让她尴尬的是遇到了熟人 没错这位骑着机车的美女 正是江彻之前一嘴之亲的裂口女 小烈正正看着江彻 询问她兴趣像是变了吗 之后小烈带着江彻去兜风 江彻在车上尴尬的想啊想 只能尽力的去找话题 并对之前自己擅自轻她之事道歉 谁知这话一出 他试一江彻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留个信物道别吧 江彻文言正了正 然后目光注视着小烈扬长而去 他郑重地把发簪收好 却是不知道这个发簪 是小烈留给他将来救命用的 这是一名人类出来接待江彻 由于江彻穿着诡异护工服 并没有认出江彻也是同为人类 江彻知道他是分配到其他场景的挑战者 正要打算将他扶起时 可下一秒 他的脑袋却被打爆了 原来是经理嫌弃他不会接待客人 而江彻已经对爆头毫无感觉 可此时这位经理的鼻子嗅了嗅 因为他发现江彻身上有人类的气息 就在江彻不知怎么办时 小蛮示意江彻不要黄 交给他就好 然后小蛮整个人贴到江彻的身上 融入江彻的身体里 下一刻 江彻头发变成璀璨的金色 并质问经理天地商行 就是这么接待VIP客户的吗 此时江彻身上散发的气势 令经理不站而立 在江彻爆出银行卡和密码后 经理连忙弯腰恭敬的行李 江彻看也不看他一眼 吩咐经理把他的东西拿出来 然后来到贵宾室等待着 期间小蛮也是告诉江彻 在之前他就花了一些钱 委托一个人找他的漂亮脑袋 并且约定找到后放在天地商行 等经理把东西带到离开后 小蛮迫不及待地离开江彻的身体 把那个盒子打开 气氛顿时凝固了 原来盒子空空如影 哭泣声悠悠从小蛮那里传出 江彻连忙开始安慰起小蛮 示意可能还没找到或者钱没给够 然而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小蛮那可是花了整整十个亿 固存在钱没有给够 至于送回空箱子 也表示那个人放弃了委托 江彻闻言瞬间震惊 他没想到小蛮居然还是个大夫妇 小蛮却是无所谓 钱有什么用 都找不回他的漂亮脑袋 并告诉江彻他在天地银行 还有些钱就都给他了 然后起身准备走人 江彻立马拉住他 反问小蛮 忘了他说过会帮他找回脑袋吗 而且一定要让那个失约的家伙 把钱都完完整整地吐出来 感受到江彻的真心实意 小蛮的好感度飞快地上涨 在扑到江彻身上的那一刻 好感度已然来到了七十 与此同时诸天监狱提示江彻 好感度达到要求 可以抽取无头鹰煞小蛮的一次能力 同学藏在床底下 只为了给男孩一个惊喜 却没想到惹怒了宿管人 原来在小蛮好感度达到后 江彻可以抽取小蛮一次能力 小蛮的能力众多 除了跳绳宗师外 其他的都很强 当轮盘转动后 江彻来了一波反向毒奶 心里疯狂默念想要跳绳宗师 俗话说得好 越想要的越是得不到 可指针刚好停在了跳绳宗师 听到这个能力的江彻 不管是他的精神强度 还是使用精神攻击 都会大幅度提高 而江彻坐在回去出租车的路上 思索着能力开发 第一个想到就是诡异局的大叔 用来制造精神幻觉 不过这时司机忽然停车 在江彻不明所以中 司机化身诡异 朝着江彻袭来 但迎接他的是小蛮的粉泉 原来司机是地基诡异 拥有看破的能力 认出江彻是人类 想要吃了它 而小蛮本就心情不好 做的那是一点都不留情练 最后都把头抱了 但是问题来了 司机死了 没有再送江彻回去 所以当江彻回到寝室后 他双腿都感觉不是自己的 本要躺床上休息的江彻 忽然发现床下有动静 他往床底下一看 一位美少女映入他的眼帘 直接就看傻了江彻 吓得江彻想要大叫 却被少女一把捂上了嘴 示意江彻小声一点 可这时房门被推开 少女暗自叫糟 原来这个时间已经熄灯 宿管员质问他们不睡觉干什么呢 江彻正想要解释 那个少女却是又钻回床底下 留下江彻一人独自面对宿管员 江彻拿出红剪刀 挡住宿管员的攻击 一旁的小蛮很不屑 才不过是一击诡异罢了 询问江彻需要帮忙吗 江彻倒是拒绝了 他想自己试试现在的战力 拿着红剪刀就是朝宿管员杀去 双方一时间展开激烈的战斗 虽然宿管员灵活地像只猴子 但是江彻并不是完全没有打到他 所以江彻看到宿管员身上 没有什么伤势时 他意识到这个宿舍楼有问题 简单来说 在这个宿舍宿管员有BOSS加成 看着宿管员再次朝自己袭来 江彻拿出之前的血针图侧 直接拦截在宿管员面前 宿管员顿时愣住 抱着血针级一脸狂喜 他可是上面美女的粉丝啊 所以宿管员直接变脸 示意江彻以后要早点休息 紧接着带着血针级溜之大吉 看得江彻一脸无语 此时躲在床下的美少女也爬了出来 一脸崇拜地看着江彻 毕竟江彻不睡觉 被指导员看到还能活下来 他是第一个 江彻有些发懵的反问 只要不被宿管员看到就没事吗 从少女嘴中得知真的是 江彻想要骂人 都是什么逻辑啊 那干脆夜不归宿不是更好 忽然系统提示江彻 眼前的美少女 居然是就宿舍六楼六一四女生的妹妹 也就说她的室友是关键的线索 于是江彻打着刚才保护她的感情牌 想要询问女孩一些事 女孩却表示除了六一四 其他都可以回答 然而江彻可不会放弃 她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编排自己高大上的身份 她所心所事 都是为了拯救陷入无边痛苦的女孩 这位美少女哪经历过人类的屁优 看着江彻那一脸的真诚 双马尾少女有些相信江彻所说 她沉默数秒后 最终告诉江彻想要帮助她姐姐的话 就去救宿舍的六楼女厕所看一看 到时就什么都明白了 下一秒 女孩从被窝里翻了翻 找出一个洋娃娃给江彻 江彻文言有些惊讶 看来不管是笑话 还是其他三个人 都没有想象那么简单 随即江彻取出医疗箱 将自己之前与宿舍长战斗所受的伤 稍微治疗一番 小蛮有些关心江彻伤势 结果江彻太过直男 气得小蛮都想和江彻解除弃怯 不过这时江彻脑海一阵刺痛 像是被针扎了一样 小蛮告诉江彻 她是遇到了精神入侵 那些鬼秘通过精神力影响 可以把精神抑制弱的人 拉入另一个空间 上次他们在六楼所遇的鬼手 其实就是被精神入侵了 并且也会造成实质性伤害 当时如果不跳楼 那些鬼手是能把他们撕成碎片的 说到这 小蛮倒是好奇起江彻精神力怎么变强了 毕竟他不知道江彻能抽取他能力的事 不过这时 江彻手中的洋娃娃居然活了 他跳下江彻的怀中 来到了六楼的女厕所面前 江彻走近一看 就听见厕所旁边传来喘息声 江彻听了听 然后直接就是一脚踹了进去 只见那位菠菜头同学双手抱头 大喊着不要杀他 并且不管是他的手 还是他的脚都断了 而且他精神出现了异常 完全不认识江彻 小蛮示意江彻可能是被吓风了 江彻直接掏出医疗箱 拿出其中一个针头 就为菠菜头同学打了一针 这一针效果拔去 菠菜头同学立马挥复了过来 看到江彻的一刹门 就像见到再生父母一般 对着江彻拼命感谢 明白是江彻救了他 在之后交谈下 原来这位菠菜头是小富贵险中求 毕竟他十二点后就能退出 接下来他告知江彻厕所旁边 有着很危险的东西 还有一定要小心另外两位同学 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人 说完菠菜头就直接退出了鬼秘世界 人在厕所里发现了两个死鹰 可他们不仅能发出哭声 而且还长出牙齿咬向不娃娃 这也是江彻所没想到的 更让他无奈的是 当他按菠菜头同学所说 找到这两个死鹰时 仿佛触发了什么机关 就宿舍楼中的数百只诡异 全都死死盯着自己 而他们不攻击江彻的原因 还是他美女室友送他的洋娃娃 这些诡异正是害怕他 此时只见那个洋娃娃 一脸温情地抚摸着那两个死鹰 却没想到死鹰非但不领情 还张开大口撕咬着洋娃娃 与此同时 一声声一论声传进江彻的耳朵中 所有人口中都在谈论一个名为 祝小月的女生 原来这个叫祝小月的女孩 在高中时期怀孕了 然后被他的同学所得知 一时间流言飞语传遍整个学校 无数的恶毒言语也随之而来 江彻上去割下其中一个诡异的舌头 发现祝小月的关键男朋友的名字 居然被抹去无从得知 此时的江彻也终于明白 挑战的任务为什么叫做众口说惊 因为祝小月的死是被说死的 反观现实事件 当菠菜同学回归后 发现教室一片昏暗充斥着血迹 突然一只手捂着菠菜同学 正是诡异局大叔示意他不要发出声音 这一切的原因还是学校 已经被卷入一场鬼秘事件 原本在江彻他们进入鬼秘世界挑战后 校长想把那强制生存两天的限制取消 可却遭到了鬼秘局的大叔的拒绝 不是大叔他不想取消 而是根本做不到 主要原因还是 这几年鬼秘入侵事件变得越来越多 鬼石也开始变得十分不稳定 其中的鬼石装置已经出现了无法逆转 无法修复的问题 对外宣称强制禁止退出 其实不过是换个说辞稳定明星罢了 至于突然干预高校毕业典礼 也是因为鬼秘事件越发频繁 鬼秘局的人手不够了 想要选拔出色的挑战者进入鬼秘局 要知道就在前几天 一个名为无限恐惧的鬼秘 就杀了两个C级挑战者 这还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地方在于 他能吸收人们心中的恐惧 提升自己的力量 而这个鬼秘居然朝着学校袭来 要知道鬼秘局的大叔并不是战斗型挑战者 但为了保护几百名学生 他是命死也不退 等着鬼秘局的支援 却没想到支援小队 全都遭遇了鬼秘的袭击 现在最快的支援都要三个小时以后 与此同时鬼秘世界内 江车一把夺回被死鹰撕咬的杨娃娃 要是杨娃娃被破坏 她也会被上百鬼秘撕损 之后她来到了六一四宿舍内 发现祝小队并不在寝室 通过墙上的字迹江车也确定了 那两个死鹰就是祝小队的孩子 只是一种浓厚的违和感在江车心中产生 忽然一阵阵歌谣传入江车耳中 也可能是因为祝小队的声音 那些诡异们也发生了暴动 小蛮询问江车 现在被诡异挡住了去路 要不要再去蹦击一次 江车直接拒绝 之前小蛮也说过 这些救宿舍的诡异 擅长精神攻击 而现在她得到了精神强化 这些区区F级诡异 根本无法再对她造成伤害 江车轻描淡写之间 将那些朝她袭来的诡异们统统斩灭 尽管耳边一直想撤着祝小队的声音 江车现在也无暇他鼓 就在江车逃出救宿舍后 小男对江车有些刮目相看了 与此同时江车分别得到三条特殊线索 有着三条线索在 江车这次的挑战任务算是十拿九稳了 不过身后的动静忽然吸引了江车 原来是笑花也被那些诡异所袭击 她想不通诡异为什么忽然暴走 刚才一只小车的女生 又是谁的声音 毕竟除了诡异 她就没再看见过其他人 直到笑花看到了泪趴的江车 笑花心中似乎明白了什么 开门见山的询问江车 就速射诡异之所以暴动 就是她的杰作吧 江车当然不承认 打着哈哈说不知道 这令笑花是真的怒了 质问江车扮猪吃虎有意思吗 江车当即反驳 明明她帝王气质那么浓郁 怎么可能是猪 这不着调的回忆 笑花瞬间抓狂 同时她也不装了 浑身杀气肆意 既然不说那就不用再说了 笑花当众下跪 企图获得男人的原谅 甚至愿意交出自己全部的家产 原来江车的伴珠吃虎 终于惹来了笑花的怒火 再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线索 笑花和自己鬼灵融合 直接朝着江车杀去 江车左闪右闪 挡下了笑花的攻击 见状笑花一脸不屑 表示自己的体内可是一击鬼灵 江车她体内残缺鬼灵可不是她的对手 然而下一刻 江车头发变成璀璨的金色 她也与小蛮融合在一起 拿出剪刀对自己指甲修修剪剪 反问笑花 见她这头金发 从哪看出她鬼灵是残刺品 是你那老眼昏花的眼睛吗 笑花顿时破防 逃着江车杀去 然而江车却是不躲不闪 当笑花匕首刺入江车眉间时 发现只是刺破了一点皮 笑花顿时惊骇不已 要知道这可是她的权力一击 而江车也不想玩了 抓过笑花 一个膝顶重重轰在了笑花的腹部 倒飞出去的笑花 痛苦捂着自己的肚子 她一脸的不可置信 一瞬间她的五脏六腑就被震碎了 鬼灵也让笑花快跑 他们预估错了江车体内的鬼灵 原来小蛮在察觉笑花鬼灵探查她时 就已经掩盖了自身的气息 江车看着亮亮呛呛的笑花还想跑路 她如金闪闪一般 身旁浮现金色魔法纹路 术道锁链从中探出 直接就把想跑路的笑花捆个结实 笑花正正抬起头 看着如神灵般漂浮在空中的江车 笑花一脸自嘲 觉得招惹江车 是她这辈子最错误的决定 江车反问她不退出吗 笑花主动对着江车跪下 祈求江车的原谅 并且拿二百万买命 承诺这次不会欺骗江车 看着江车似乎不答应 笑花急了 示意自己家里还有各种珍藏的敬礼 只要放过她完成鬼秘挑战就行 江车答应了 条件是鬼秘世界中不能再对她下手 笑花同意的同事也是干脆 狠心扭下自己的头 用掉了复活机会 其实不是江车想放过笑花 而是现在根本杀不掉 不说笑花有一次复活机会 她家里祖祖辈辈都是鬼秘挑战者 肯定还有其他复活道具 要找一个万无一世的机会干掉她 不过让江车不知道的是 碎骨高校的英语老师正默默注视着她 与此同时现实世界 除去躲藏同学外 诡异局的大叔在外奋力抵抗 可她终究不是战斗型挑战者 面对众多的诡异的进攻 很快落入下风 她在看其中一头诡异朝着菠菜头杀去时 而不是解决她自己 她就明白了这些诡异的目标 其实就是学生们 下一刻雪花飞溅 诡异局大叔挡在了菠菜头同学身前 哪怕他被右胸膛被贯穿 大叔也毫不示弱 我泱泱大下 一撇一纳都是几两 我神舟大帝 一丝一念皆是未来 只要我还活着 谁都别想动这些孩子一根寒毛 或许被大叔的热血宣言所感染 淡小的菠菜头拿起身旁的鬼刀 毫不犹豫地朝着诡异杀去 反观诡异世界 一道广播声响起 原来期末考试临近 校长想要组织一场课外活动 请各位老师和同学前往体育场集合 在前往体育场途中 江测见到校花和剩余的一位同学 校花告诉江测昨晚另一个同学死 江测反问是死还是退出了 可并没有得到准确的消息 江测心中冷笑 这演技要不是听菠菜头所说 他还真就信了 到达体育场后 校长宣布接下来的活动内容叫猫和老鼠 由三位老师当做猫 学生扮演老鼠 时间直到下午放学 同时期末考试 也将安排在明天 不过校长这是提醒众人 老鼠被猫抓到的话 可是会被吃掉的 江测有些惊讶 本来七天挑战时间还剩三天 如果明天就考试 此次的任务挑战岂不是一天后就结束了 听到其他同学也议论纷纷 江测明白其他人对这次活动 也是毫不知情 那就表明有人想要阻止任务继续进行下去 此时此刻 所有人纷纷往外走出 准备找个地方藏起来 可江测却停留在了原地 原来是江测在查看系统给出的提示 再看到此次活动是古老师提出的 江测有些疑惑 因为他从始至终都没见过这位老师 当躲藏时间过去后 老师们纷纷寻找起学生来 而江测就躲在平时上课的教室 认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最安全 可下一秒 班主任诡异地笑起来 他拿着电锯缓缓来到讲台桌前 然后就是直接卡了下去 顿时一声惨叫响起 原来是有着和江测同样想法的学生 见到班主任走后 江测松了一口气 不过此时挑战任务主线很清晰了 祝小月怀上了某个人的孩子 遭受同学们的议论 然后他在旧宿舍楼厕所里 生下了一对双胞胎 并且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最终在同学的流言蜚语下 发狂地他诅咒了这所学校 导致所有的诡秘都不敢再提及此事 所以挑战任务叫重口说惊 触发的线索叫做一难品 江测很不爽又是拿到渣男的剧 只不过那浓厚的违和感 却在江测心中一直消散不去 一人一手穿过笑话的心脏 然后毫不留情地将他捏碎 可明明两人之前决定 联手过关诡秘挑战 原来江测尽管察觉到此次挑战 有些不对劲 本压下心底准备前去上厕所的他 却意外得到了四楼废弃教室的提示 然后当他从厕所出来后 就发现笑话一路跟随自己 笑话开门见山地想要合作 对此江测并没有拒绝 等两人一同来到四楼教室前 江测意外地发现笑话居然知道 这个教室是就宿舍614女孩所在的班级 笑话一脸得意 示意是宿管员告诉他 这个学校有两个地方绝对不能去 一个是废弃宿舍楼 另一个就是四楼的406教室 江测文言一脸气 拿了他写真 竟然什么也不说 在江测打开教室的门后 江测看着系统的提示 没有想太多直接走了进去 却发现教室里坐满了同学 他们并没有去参加校场布置的活动 此时讲台上的老师示意他们 都坐回自己的位置上去 笑话乖巧地答应下来 江测正疑惑 小蛮就告诉他 笑话已经被精神控制了 而江测所看到的画面 其实也是幻境 只不过江测精神力强大 所以才没被控制 这时江测也在倒数第二排靠窗的位置 发现了任务目标祝小月 接下来在江测默默接受安排中 他意外发现老师提出什么问题 祝小月都会积极站起身回答 江测心中有了猜测 这次挑战任务主题 或许就是师生恋 然而古老师这时发难了 所有同学又变成诡异看向他们 江测拿出剪刀随意斩面 而在诡异门扑向笑话时 笑话忽然解除了精神控制 江测扑向他的诡异统统斩灭 然后来到江测的身旁 是一起逃出去再想办法 古老师冷笑一声 那散发的气息 令江测两人心中意里 竟然是地级诡异 江测正要呼唤小蛮解决 却没想到直接被笑话被刺了 告诉江测一句话 宁可我负天下人 然后抬起自己的大长腿 让江测揣进诡异里 紧接着头也不回的逃向门外 江测无语 他想要算计笑话的同时 笑话也压根没打算放过他 然而等笑话逃出去后 他面对的却是拿着电锯的班主员 反观教室内 古老师缓缓走到江测身前 他正要解决江测时 江测拿出了一个蝴蝶解 古老师立即反问江测 为什么他会有小月的发起来 江测才不会说从骨灰盒开出来的 而是用肯定的语气说 这场猫捉老鼠的活动 是他发起的吧 同时也是祝小月双胞胎父亲 看着古老师的反应 江测知道没有猜错 古老师的名字之所以被划掉 是因为祝小月 想要保护古老师的名誉 江测质问他 真的要当缩头乌龟吗 不去帮助祝小月吗 他可是一人承受了所有啊 可忽然江测想到那条线索一难平 如果这一切都是祝小月自愿的 而古老师也爱着他的话 这一难平又是从何而来呢 此时古老师面露争鸣 真的以为自己看穿了一切吗 看着朝着自己杀来的古老师 江测大喊一声小蛮 小蛮抬起大长腿 就是给古老师一个方向脚 瞬间砸在了讲台桌上 他堂堂地极诡异 就被小蛮这一传 生命居然走到尽头 随即也是露出了释然的表情 我也算是人之意尽了 江测却懵了 怎么他拿的剧本不对 不是应该渣男悔悟吗 与此同时放学铃声响起 猫捉老鼠的活动结束了 而江测却准备前往就宿舍探得究竟 反观孝花这边 由于他一出教室就遇到电剧班主任 所以也是用掉了他的底牌替身娃娃 同时也是孝花最后一次复活机会 但孝花为了鬼秘挑战任务 他不想退出 所以也选择前往了就宿舍 理所当然和江测相遇了 不过孝花还是自信满满 以为江测遇到地级诡异 已经用掉了复活机会 所以想和江测谈判 他可以不要鬼秘奖励 只要完成任务就行 然而下一刻孝花瞳孔剧烈收缩 江测手中抓着一颗心脏 孝花满脸不可置信 而江测也送给他一句话 下辈子少说点话 说完江测毫不留情地捏碎心脏 伴随孝花死去的刹那 他的鬼灵想要跑路 江测紧跟而上 一拳轰轰在鬼灵的脸上 砸在宿舍楼的墙上 鬼灵想要活命 示意自己可以和江测签订奴隶契约 可江测掏出了他的大红剪刀 对着鬼灵狠狠捅了两分半 结束后的江测本想前去救宿舍 却没想到那个鬼灵居然爆装备了 而且还是附带属性加成的主武器 江测看得很是满意 他一个大帅哥 怎么能天天拿着剪刀捅人了 不久后的就宿舍614寝室内 祝小月一边叠着千纸鹤 一边询问江测已经杀了古老师吗 江测直接承认 并且保证死得透透的 祝小月无言的同时 反问江测不想听他的故事吗 江测表示不想 你为了他放弃了一切诅咒全校人 只为能成全这段爱情 我原本以为 这是一个凄凉的爱情故事 但是事实好像并非如此 这也是江测为什么会有违和感的愿意 原来祝小月和古老师并不相爱 众口说惊 一难评 祝小月的怨念 都是以祝小月他的视角述说 学生与老师相爱 两人情投意合 却遭受了同学们的白眼 在怀上老师的孩子后 被老师哄天 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最终学生陷入疯狂 诅咒全校师生 这就是祝小月要讲述的故事 可事实上古老师并不爱祝小月 都是祝小月的一厢情愿吧 实际上真正故事是 古老师年轻帅气 祝小月无法自拔地爱上他 然后通过自己的优异成绩 很快便获得了古老师的喜爱 然后却被祝小月误以为 这是男女之情 甚至不惜使用一些手段 怀上了古老师的孩子 接着古老师不答应在一起 就以为是因为同学们的异样眼光 然而古老师之所以拒绝 不仅是因为师生关系 还是因为祝小月这种 近乎癫狂的处事方法 听到这祝小月破防了 我原以为只要有了孩子 他就会多看我一眼 那可是我和他的孩子 为了他的清白 我甚至亲手杀死了他们 我是爱他 但同时也恨他 既然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 我便让那群人都闭嘴 但是他已经死了 一切没有意义了 江车叹了一声气 女孩子想谈一场 轰轰烈烈爱情没问题 但为什么要恋爱脑呢 说着江车掏出蝴蝶结 试一试古老师临死 让自己交给他的 并告诉祝小月 虽然他施加了诅咒 可古老师仍旧偷偷保护他 之所以举办这场躲猫猫活动 也是为了保护他的秘密 而这不是因为爱 而是因为 你是他曾引以为傲的学生 古老师不希望 如此不堪的真相被发现 不希望你活在流言飞鱼里 这些话似乎击中了 祝小月的内心 在他拿过蝴蝶结后 缓缓化作了蝴蝶消散 没有古老师 他活着也没什么意义了 这一刻江车的挑战任务完成 是从骨灰盒拿出的钢底 他能让你无需思考 就能自动写出满分大卷 原来江车在完成 鬼秘挑战任务后 尽管学校没有丝毫变化 所有人还是不敢提及 祝小月之事 一切表明祝小月 对碎骨高效的诅咒 并没有消除 所以江车还需要参加 最后一次期末考试 不过在他拿出那支钢底后 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全班第一 同时也得到了任务完成的奖励 江车不仅获得双S级评分 还跨及得到D级进入罪恶面具 以及一本能回答任何问题的笔记本 江车将他给了小蝶 毕竟他答应要帮助小蝶找回漂亮脑袋 小蝶对江车好感那是飞快增加 毕竟这个笔记本要是江车下次诡秘挑战动力 是能够获得全部攻略和线索 所以小蝶也提醒江车那个D级面具少用 因为佩戴面具时 会进入黑暗人格 江车的行为不会被主人格控制 接下来江车消失在诸天监狱中 回归到现实世界 立马就被菠菜头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拢住 江车来不及管他 只因他被眼前血迹斑驳的教士正懵了 诡异局大叔只是笑笑说 昨天被诡异入侵 不过现在已经解决了 然后示意江车跟着他走 他是最后一个回来的挑战者 其他人都在图书馆等着 当江车几人走进来后 大叔轻哼几声宣布 此次进入鬼秘世界共十二人 死亡四人 其中就包括了笑花叶青瑶 这顿时引起了众人的不可置信 笑花可是有鬼灵的呀 他们纷纷询问起和笑花同场景的江车 知不知道笑花怎么死的 大叔冷冽地瞪了他们一眼 示意他们不要多疑问 进入鬼秘世界那就是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此时蒙眼欲解 交给大叔一个类似笔记本的东西 他能大带记录挑战者 在诡秘世界中的表现 江车闻言有些慌 他和笑花知识不会被记录吧 小蛮表示不会 而且他还特地帮江车打上马赛克 还把江车的衣服换成女装 别人绝对认不出 江车无语无脸 只能期望别被叶家发现 大叔这时将众人的表现念了出来 菠菜头同学王德发坚持了两天 和他同样的还有两人 其他人坚持了三天 完成主线任务获得低级评价 其中白毛诸葛也完成了挑战任务 获得了一级评价 白毛顿时开始嘚似不已 甚至还让众人给他介绍对象 可当念出江车的评分是SS即使 场面安静数秒 然后所有人齐齐张大嘴巴看向江车 就连白毛诸葛也都不再嘚似 但这是图书馆的门被暴力踹开 大声质问是谁杀了他的女儿 这位宛弱黑社会老大人物 正是叶青瑶的父亲叶长青 他们动手 这是一柄长几次下 将血手消除 蒙眼玉姐质问叶长青要干什么 叶长青顿时破大方 他女儿瑶瑶死了 当然是报仇 几人连忙否认 他们鬼灵连二十都不到 怎么可能是有鬼灵叶青瑶的对手 除了160点鬼灵的江车 而小蛮告诉江车 叶长青体内鬼灵在C级 以他现在的实力正面硬刚不过 不过好在有大叔在 这场闹剧并没有持续多久 叶家就算是天青市的三大鬼秘家族之一 也不敢和所属官方的鬼异局叫板 带着怨念不敢走 在成绩登陆完毕 江车几人也可以个回个家个找的妈 同时也提醒江车他们 明天可以去鬼异局领取额外奖励的50万 以及一枚鬼剑 听到这个众人无不兴奋不已 不说50万 就单单鬼戒就价值100万 因为鬼戒是一种镶嵌着鬼石的戒指 能够随时进入鬼秘世界 忽然江车一正 原来是江车的姐姐来接他了 其中的担忧缓缓换下 然后就是教训起江车来 他不在乎江车通关鬼秘世界得到的奖金 他想要的只是江车平平安安的 不过这时诸葛也突然参合进来 向江车姐姐自来熟介绍是江车的兄弟 还想到江车家里去蹭饭 然而江车姐姐在听到诸葛这个姓氏后 笑容满面地答应了诸葛也的请求 而在蹭姐姐去买菜的空档 江车认真的和诸葛也谈判起来 询问他到底有何目的 诸葛也告诉江车自己是来帮他的 叶佳现在一口咬定叶青瑶是被杀害 并且同场景中也只有江车三人活着回来 其中只有江车完成了挑战任务 须知和主线任务不一样的是 完成挑战任务的人越多 结算十分给每个人的奖励就会越少 所以为了独吞奖励 杀人或被杀都是常有的事 那么叶佳将凶手锁定在江车身上 也是理所当然 但是江车并不信诸葛也 万一是叶佳派来套话的怎么办 同时江车也通过小蛮得知 诸葛也身上并没有契约鬼灵 这时江车的姐姐买菜回来 看着其乐融融的两人 江车感觉非常奇怪 他姐姐可不是什么傻白甜的人士 对于来历不明的人这么热情 可从未有过 时间来到第二天 江车两人前去鬼异局领取奖励 期间诸葛也询问江车要不要加入鬼异局 到时候就算叶佳在厉害 都动不了江车分毫 江车心中虽然有些心动但不多 加入鬼局就等于要保家卫国 是这个世界的逆行者 他们守护在万人面前 是顶天立地的巨人 他们很伟大很光荣 可对江车来说 守护世界这件事有点夸张了 他只想进入鬼异世界提升自己实力 然后保护想保护的人罢 男人的姐姐被鬼异抓住 直接丢下万丈高楼 摔得粉身碎骨 原本在江车前往鬼异局的路上 忽然撞见叶佳的人 正在对他的同学杨紫阳盘问些什么 结果他们的注视 被叶佳保镖察觉 他向江车走来 介绍自己叫谢不柔 叶佳家家主请他到叶佳一趟 江车心里清楚他是叶佳之人 表面上却以陌生人邀请拒绝 再加上一旁诸葛也附和 说不定是诈骗犯什么的 把他们骗去嘎腰子 然后直接当街大喊绑架了 引起吃瓜群众的围观 在趁乱拉着江车飞快地跑路 等他们跑到鬼异局后 诸葛也还向着江车邀功 气得江车给了他一拳 就这么跑了 他的嫌疑不是更大了吗 这是一道人影被丢了出来 然后大喊自己不加入鬼异局 可只得决定一枪暴脱 看着他的死状 江车两人心中一灵 而动手的蒙眼玉姐示意他们 跟着他去领取奖金 似乎看出江车两人的害怕 蒙眼玉姐告诉不用担心 刚才那人不过是妨碍公务吧 我们鬼异局从不强迫人加入 一边走的同时 让江车他们把卡号爆出来 等领取到鬼界后 蒙眼玉姐提醒江车两人 他们现在的鬼界 只能开启F到D级的副本 等D级难度满足不了之后 可以过来鬼异局升级 并且一旦发现转卖 就要去采一辈子的缝纫机 紧接着掏出合同 让江车他们签上名字 就是鬼异局的人了 场面顿时寂静一片 江车想要挣扎一下 却被蒙眼玉姐直接拒绝 但江车已经意识到了不对 如果鬼局真是强迫人加入 那网上早该骂疯了 从一开始 这位姐姐在向他们有意无意的 传达一个信息 那就是拒绝加入鬼局就会死 等到大叔到来后 一切如江车所想 其实都是蒙眼玉姐的套路而已 尽管大叔他们之前排练了很久 但其实也就是和江车他们开个玩笑 接下来大叔正式询问江车两人 要不要加入鬼异局 虽然给予不了金钱和权利 但可以保证这将是他们一生的荣耀 最终江车还是没有答应 而他也准备去接自己的姐姐下单 可忽然江车神色一变 因为他察觉到了鬼秘的气息 并且还是来自他姐姐工作的方向 等江车飞奔到他姐姐工作地点大厦后 江车愣愣地抬头不说话 只见百米高楼上有着两道身影 一位小丑形象的鬼异 另一位被小丑抓着就是江车的姐姐 在小丑的嬉笑中 他松开了自己的手 江车姐姐顿时从百米高楼掉下 江车面色惊恐的大喊不样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他的姐姐被摔得粉身碎 江车失神看着眼前的一切 不过这是小蛮的声音 在江车脑海中响起 他告诉江车那不是他的姐姐 只是精神幻想罢了 让江车集中精神清醒过来 至于同样陷入幻境的诸葛也 江车叫醒他的方法简单多了 直接就是一个大嘴巴子 等待诸葛也清醒后 他恐惧的事意江车快跑 刚才那长得像小丑的诡异 可是实力接近C级的无限恐惧 江车可不管什么有限无限的 也等不到诡异局的人前来 他不能拿自己的姐姐冒险 诸葛也见江车不听劝 他掏出一张符纸 然后塞进自己的嘴巴里 朝着江车追去 与此同时诡异局的人 已经到达大厦外面 他们除了封锁大厦外 防止无限恐惧再次逃脱 还接到了保护江车两人的命令 反观大厦内的商场 江车不停呼唤自己姐姐江晚的命令 尽管地面充斥着血迹 却看不到任何人影 而小蛮之所以不阻止江车冒险 也是因为和江车相处中 他知道姐姐对于江车的重要性 此时诸葛也气喘吁吁 终于追到江车 并且拿着扶植给江车抵挡精神攻击 江车不想他冒险让他快走 诸葛也拒绝了 他诸葛家一直以来 都以足智多谋帷幄酌而闻名天下 不就是无限恐惧吗 他俩卧龙凤厨 没什么能够难倒他们 忽然这时一道脚步声从身后传来 江车转头一看 他认出了来人是谁 他是姐姐的同事兼好朋友 小时候经常带他出去玩看电影 给他买好吃的孙姐 可此时的孙姐已经认不出江车 还对江车发动袭击 诸葛也推开江车后 小蛮告诉江车 那个人已经变成鬼奴 成为鬼奴的人 自我意识将会永远被困在具体内 沦为鬼秘的奴隶 而且没有解开诅咒的方法 江车拿出那把血色长剑 现在耽误的时间越久 他姐姐处境越危险 当孙姐再次朝江车袭来 江车心中默默对他说对不起 紧接着毫不犹豫提起长剑 将孙姐手脚砍断 小蛮对江车示意 作为鬼奴 身体的痛绝会被保留下来 剑一立刻结束他的生命 江车闻言缓缓举起长剑 然后用力对准心脏刺了下去 在死亡的瞬间 孙姐缓缓地恢复了残留的意识 他在看见是江车后 他并没有怨恨江车 只有对江车的感激 并留下一句他的姐姐在影视厅 只吸收无限恐惧成长的小丑周克 却没想到他遇见了火炎王 他的菊花被狠狠地刺穿 就在江车得知自己姐姐在影视厅后 他让诸葛也在外面守着 以防他姐姐万一出来 可以带着他离开 诸葛也本不同意江车一人去冒险 但江车那坚定的语气 诸葛也只能选择遵守 与此同时商场大厦外面 由风魂箱组成的空间结界 封锁了整栋大厦 可由于空间不够稳固 鬼一举等人只能再等待五分钟才能进入 虽然很担心江车他们 但是还是相信江车 是禁忌鬼灵契约者的身份 商场内江车一间一间影视厅的寻找 都没找到他姐姐的身影 忽然这时大荧幕亮起 小丑和江车打了一个招呼 只是小丑耐满脸的屈丑 让江车恶心不已 可忽然小丑给江车表演一个便利 明显就是江车姐姐的样子 江车瞳孔居然收缩 小蛮连忙呼唤江车冷静 这些都是幻觉 不要上了小丑的当 他的姐姐一定喊活着 经过小蛮的提醒 江车瞬间冷静下来 然后一拳打碎了那个大荧幕 他小时候就喜欢玩鬼抓人的游戏 无论何时姐姐都能马上找到他 而这次就是他来找到姐姐了 与此同时商场外面 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化作了鬼屋 但其中一时也被控制 阻挡了诡异局大叔他们的前进 大叔打算自己留下阻挡 让蒙眼玉姐去寻找江车他们 务必不能让他们出事 而另一边的九号影视厅 这里坐着一大群观众 其中就有江车的姐姐 由于江车没上讨 令小丑非常的不满 于是他把目光放到一对母子身上 想要把那个小孩变成鬼母 母爱是伟大的 他想自己代替他的儿子 然而这母爱根本感动不了小丑 反而更加令他兴奋 他在随意斩断母亲抱着孩子的守候 缓缓朝着那个小孩靠近 就在这时 影视厅的大门被踹开 江车面露凶光地走了进来 小丑见状嬉笑一声 然后他的身躯化作龙卷风 朝着江车袭击而去 他无所谓江车的躲开 反而想让江车和他玩一个游戏 同时在影视厅内部 一位身穿黑袍男子忽然现身 江车姐姐连忙挡在那对母子身前 可忽然黑袍男子却保证 接下来任何人都不会受伤 然后开始向大众解释 什么是鬼秘挑战者 什么是普通的人类 他表示挑战者 可以优先享受到这个世界的一切 享受到各样的特权优待 但最底层的人 连简单的生存都无法被满足 而他也是普通人之一 他亲眼看到他的姐姐 被三个所谓的A级挑战者凌辱折磨 可最后他们连一丝惩罚都没有 就因为他们是挑战者 都说鬼秘世界是一个腐烂的世界 却从来不提他们的世界有多么肮脏 所以黑袍男子想揭露挑战者们的嘴眼 和江车玩的游戏就是极限二选一 第一就是杀死影视厅所有人 没有恐惧来源的小丑力量 就会无限衰落 届时江车不仅可以带着姐姐安全离开 还能杀死小丑得到诡异局的嘉奖 也不会追究江车杀人过失 而第二就是江车代替所有人去死 用他一人的命换回所有人的性命 这一波道德绑架下来 所有人群情激愤想要江车去死 黑袍男本以为自己目的达到 可这时江婉站了出来对着众人大喊 不要上套 他同意人性经不起推敲 可也不能一棒子打死所有人 诡异局为了守护百姓付出了多少 都是众所周知 保护弱者从来不是他们的义务 下一刻 江婉掏出小刀无比坚定 想要用他来威胁自己弟弟 那么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自杀 所以这两个选项 他们姐弟都不会选择 话语落下 江车与小蛮开始融合 比起血色常见就和小丑厮杀起来 小丑被江车砍断一条手臂 以及他的脸上被削取一块肉 江车倒是没有受伤 可说他占据上风也不对 因为由于小丑能吸收恐惧获取实力 他不仅将手臂缓缓恢复 江车跑路 可姐姐没有救出 江车怎么可能放弃 吩咐小蛮等会让他提升轨力时 一定要直接拉满 就在江车准备动手时 诸葛也忽然现身 然后朝着小丑丢出了一只运动鞋 狠狠砸在了小丑脸上 小丑顿时懵了 紧接着无尽的怒火在小丑身上喷涌 没等小丑下一步动火 他手中的运动鞋忽然爆炸 在小丑身上燃起灼烧的蓝叶 江车趁着这个机会 迅速朝着小丑冲去 然后狠狠对准小丑插了进去 小丑面色瞬间扭曲了 一声惨叫声响彻在大厦内 小丑捂着自己身后大喊江车禽兽 无比破防的他 对着江车破口大骂 然而下一刻没开二度 诸葛也又来了一件 这次的菊花是真的枯萎了 小丑面色无比惨白 他痛苦地倒在地上 看着他身后两尊火炎望 江车两人也是毫不客气 拿起自己的长剑 就是对着小丑连同两分半 等蒙眼玉姐找到江车时 他们的举动比诡秘还像鬼 让蒙眼玉姐都愣在了原地 是一只拥有肌肉的鸭子 可他却是小孩的玩具 就在江车解决无限恐惧小丑后 因为强行提升鬼力 在医院躺了三天才醒来 这时诡异局大叔他们来探望江车 他向江车介绍身旁黑发男子 是他们的3033小队队长延义斌 江车不等他说话 就示意自己不会加入鬼异局 却得知延义斌是来给自己奖金的 江车瞬间变脸表示 一百万多了不说少了不要 接下来江车询问他们 这次遭遇的光明慧是什么东西 在炎乙斌解释下 原来光明慧是个邪教组织 常常引起鬼秘入侵事件 扰乱世界秩序 而这次江车解决遇到的那位 便是光明慧24指示中的第16席虚空 在此次事件中总共出现两位指示 至于另外一人则被炎乙云牵制 并且他们都是冲着江车来的 准确地说是江车体内的鬼灵 与此同时江车病房外 江轮将一切听在耳中 不免对他弟弟露出担忧之责 病房内江车听到他们可以保护自己家人 以及阻拦江家的窥视 反问代价是什么 加入诡异局吗 让江车不知道是 叶家为了复仇 已经主动加入了光明慧 并且请求16席来抓他的姐姐江轮 为此做什么都行 16席答应了 不过他们的计划在关键之中 不能出现任何差池 等时机成熟 他的女儿复仇轻而易举 而炎乙斌却是微微摇头 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的人想要加入诡局 但经过层层筛选后 能进入诡局的人少之又少 他们那么想加入诡异局 是因为诡局会提供一种特殊的禁物 用来保护家人 炎乙斌这时递给江车一张报名表 明天有一场针对诡异局资格选拔的诡秘挑战 选不选择参加在江车手上 话落出来时 刚好撞见了江车姐姐 顿时让江婉有些尴尬 炎乙斌微微点头 就带着几人离去 其实加不加入诡异局 不过是炎乙斌一句话的事 而那保护加入的禁物 也都是炎乙斌自掏腰包买的 所以刚才所说的一切 不过是为了套路江车罢了 江车明显上套 在见自己姐姐没有阻止后 江车更加的心动 其实江婉也明白了 自己弟弟终究 还是会踏上爸爸妈妈的道路 来到第二天的诡异局 江车两人如约而至 蒙眼玉姐询问他们什么段路 江车诸格也分别表示 最强王者跟荣耀黄金 蒙眼玉姐直接给两人一个拳头 他问的是鬼 对此江车两人都选择保密 王眼玉姐非常无奈 也不再过问 而是提醒他们 参与这次挑战不再是学生主体 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都有 甚至是杀人犯 不久后的一片密林内 江车已然进入新的诡异挑战 至于粘在自己身上的诸格也 江车一脚把他踹飞 不然其他人 都要误以为他兴趣向有问题 而这时主线任务和挑战任务 居然全部公布 没等江车吃惊 就有人喊着自己做过这个模拟训练 话语一出 无数人朝着他蜂拥而去 拥戴他成为这次众人的小队长 诸格也询问江车 那人是天眷者 要不要跟着他躺平 而所谓的天眷者 就是面对海量挑战 精确来到了自己擅长实景模拟过的副本 江车不屑 直接询问小蛮是领村背景 然而小蛮这个富家大小姐 根本不知道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江车无奈的同时 询问小蛮用之前的笔记本 问出脑袋的下落了吗 小蛮有些支支吾吾起来 原来是小蛮搞砸了 他问自己脑袋在诡秘世界什么地方 结果得到回答是不在诡秘世界中 要是不加诡秘世界 反而能得到答案 不过也确定了小蛮脑袋在现实世界 与此同时江车家中 江婉也看到江车留给他的心 不过这时屋外门铃响起 当江婉开门后 一个老头自称是金大校长 没等他说完 另一个老头挤进来说自己是金大校长 他们除去互相争吵外 都纷纷和江婉套起进屋 其目的自然也不用说 是来拉江车进入他们的学校 甚至都开出非常惊人的带影 期间还差一点打了起来 但是江车要进入什么学校 江婉表示自己做不了主 好在严以兵到来 让江婉不至于压力山大 看着三人的争吵 江婉已经彻底明白自家弟弟的优秀 毕竟不是谁都能让金大金大 甚至是鬼局亲自来抢人 反观鬼秘世界内 出现了两条岔路 小队长江子浩选择右边那条路 众人都选择了相信他 不过江车有着系统的提示 并没有跟着他们 而是单独选择了左边 立马引起了众人的不满 江子浩见状无所谓 不听话的愣头轻走了更好 至于诸葛也还是选择跟上了江车 当两人穿过丝绸袋后 一座村庄映入了江车的眼帘 诸葛也双眼放光 没想到江车真的选对了 不过这一个小孩吸引江车的注意 同时弹出一个抓鸭子的支线任务 小孩也是看向江车他们 江车在得知只要抓一支后 江车疑惑地询问 为什么他爸爸妈妈没有帮他来抓 小孩笑着说他们都死了 而且死得老惨了 说完就把江车两人推到河里去 江车气愤不已 实在是这河太脏了 他也不管鸭子为什么会有肌肉 直接把鸭子抓起来 递给小孩 在支线任务完成的同时 奖励了十点鬼力 和一个防风打火机 诸葛也不禁吐槽小气 一个破打火机能干什么 忽然他们发现小孩不见了 小蛮也提醒江车 刚才那鸭子不对劲 身上居然有活人的气息 也就是说刚才那个鸭子 很有可能是活人变的 正正看着他们 嘴里念叨着来了好多的鸭子 但江车显然不知 已经和诸葛也走进师岭村中 而此时诸葛也忽然发现一口古井 男人找到一口千年古井 跳进去后 里面住着一位女鬼 男人非但不怕他 还要给女鬼送温吗 原来在诸葛也找到这口古井后 发现井中有妹子的声音传出 然而下一秒 他就被冒出的发丝缠住脑袋 往井里拉了进去 江车出手将发丝斩断 不过这是系统对江车做出了提示 井中的女孩曾经是一位 沉鱼落雁的美女 只不过发现了村子秘密 遭受到了全村的唾弃 被村长丢进井中 江车立马意识到井中女孩 是关键的NPC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跳了进去 看得诸葛也目瞪口呆 反光水井内 江车发现空间并不狭窄 此时水中一道人影冒出 等他站起来时 哪怕他身上涨满了农仓 也依稀能见到前身绝世美女的风采 江车缓缓朝着他靠近 又开始了他的土味情话 比如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 不是为了取警 而是为了取你 甚至抚摸上女鬼的俏脸 但这次女鬼 并未如之前的裂口女一脸娇羞 反而觉得江车是个白痴 无数的发丝将江车捆绑在半空中 想要把江车勒死 可下一刻女鬼发现 自己无论怎么用力 江车都毫发无伤 江车轻笑一声 直接把身上的发丝震碎 软得不吃那他就来硬的 而在井口中等待的诸葛也 就听到井中女鬼的骄骂声 一分钟后 等江车出来 诸葛也询问他是不是太快了 不等江车说什么 江子浩一群人带着伤来到了村子内 不出意外他们少了几人 诸葛也也想到江车来之前所说 挑战任务人越多奖励越少 江子浩真的会带他们躺赢吗 忽然这是一阵鬼哭狼嚎声响起 系统立马提示江车 想要活命必须在三分钟内躲进屋子里 江车来不及感叹怎么神似寂静灵 却发现屋子怎么也打不开 江车不禁傻眼 不过两秒半后 诸葛也重新打开门 把江车拉进屋内 然后给江车磕头道歉 试一自己被江车刚才身后出现的人影给吓到 江车对他一阵嘴顿输出后 倒也原谅了他 可忽然屋外又传来江车的声音 诸葛也正要把门打开 却僵硬地回头看他的身后 他已经不确定哪个是真的江车 江车让他把发光的鞋子拿出来 试一试不就行了 实际上发光的并不是诸葛也的鞋子 而是他手中的镯子 在确定是真的江车后 也告诉江车这个镜物的名字叫 你相信光吗 接下来江车让诸葛也把镯子收好 诸葛也怕黑不想收 江车示意他看向身后 只见屋外一群诡异被吸引而来 诸葛也默默收好 然后反问江车钥匙哪来的 原来是警钟女鬼给他的 不过那女鬼只记得自己吞下钥匙的事 对于系统提示的吞子秘密 则是完全忌不的 接下来江车让诸葛也记一下 黑暗维持的时间 虽然不知道莫名的狐卫从哪来 但等到诸葛也数到1800秒后 黑暗退去 跟江车手表记录大差不差 不过等到江车两人准备出门时 却发现一群人把他们围了起来 尽管人数众多 江车不以为意 一群老弱病残 FG诡异没什么好怕 而他们目的 居然是请江车到他们家去吃顿饭 为此还打了起来 甚至不惜拿出自己漂亮闺女来诱惑江车 江车本打算等他们自己做决定 却又齐齐看向自己询问要去哪一家 江车直接提议半个美食大赛 谁家好吃去谁家 本来诡异村民们已经同意 却有人把江车想法拆穿 江车没想到诡异还会长脑子 可对于这个出头鸟 江车一脚狠狠踢了过去 就在江车暴打中 副村长出面示意消消气 请外村人回家吃饭 是他们施领村的习俗 话语一出 系统提示接踵而来 江车看了一眼 便同意了村长的请求 然后跟着副村长到他家去 一路上 江车好奇江子号他们夺哪去了 诸葛也却慌乱 示意江车看左边 只见一女子正在晾晒一张人皮 也就代表着有人 已经把复活次数用完了 不多时 江车两人来到村长的家门口 一位美艳玉姐在这时走了出来 她并不是村长的女儿 而是村长的老婆苏美尔 直接就把江车两人看得羡慕坏了 村长示意苏美尔 带江车他们去休息 饭菜多准备一些 文言的苏美尔一把搂过江车 在诸葛也的艳线中 带着江车去客房 接下来他告诉江车他们 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他都会满足 这话一出 诸葛也瞬间红温了 苏美尔也向他 抛了一个魅眼微微开口 真的什么都能满足 不等诸葛也兴奋 江车直接把门关了 气得诸葛也质问 江车不懂连香西域吗 江车立马给诸葛也来了个报告 连诡异都不放过是吧 此时小蛮告诉江车 那个女的不简单 还有这里的村女 虽然只是FG鬼秘 但身上的气息却很奇怪 话落瞬间 又是一阵鬼哭狼嚎响起 江车他们房间的墙壁 好似被火烧了一半 诸葛也立马掏出他的相信光芒 来阻挡进一步的入侵 而此时江车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他们之前一直闻到狐味 原来是这个村子被火烧过 明明是千娇百妹的美女 可他的丈夫却是这位老村长 诸葛也极度的面目全非 他化身侦探抽丝剥茧 觉得主线任务是找到村长 那么这个副村长就有问题 一个老头住着大别墅 还娶了一个能当他孙女的老婆 现在村长不见了 说不定就是副村长想要进步 所以诸葛也想要把副村长抓起来 严刑拷打问出村长的下落 江车听得一脸无语 不说当初他们遇到的小孩和警钟女孩 是怎么回事 就说黑暗将临时他背后之人又是谁 而且副村长是凶手 他会把大别墅和小娇妻 大大方方的展示吗 但是这个黑暗侵蚀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村子的诅咒 那么接下来要找他 就是那个下咒之人 可忽然窗外传来求救声 江车两人想要打开窗户 但是窗户被锁死根本打不开 小蛮也提醒江车别作死 外面的东西他应付不来 与此同时 他们客房被打开 一位被烧得面目全非的苏妹儿 喊江车他们下楼吃饭去 江车两人顿时看懵了 等来到楼下 屋内全是一片焦炭 被烧焦的副村长示意江车他们 赶紧坐下来吃饭 江车示意不用的同时 也确定副村长不是凶手 只是屋内的温度太高 让江车的皮肤一阵刺透 毕竟人体长时间 待在40度以上的环境中 容易引起热镜栏 甚至热衰竭 现在屋内少说有50度 尽管夫妻俩一直催促江车上桌吃饭 江车想拒绝又不知怎么开口 在现在这个火灾中 他们的力量是无敌的 哪怕水势弱点 可问题是江车根本找不到 此时见江车两人迟迟不上桌 这位被烧焦的苏妹儿暴怒 认为江车嫌弃他做的菜 就是朝着江车扑去 却被江车的打火机挡下了脚步 然后退缩到角落里 瑟瑟发抖 这也让江车确定 正因为是葬身火海 所以他们对火焰也充满了忌惮 不过诸葛也抢过江车的打火机 然后却对着苏妹儿开始恐吓 而江车看着扑来的村长 他一拳朝村长脸上打过去 江车敢动手 还是因为屋内温度开始下降 黑暗降临马上就要结束了 江车拿着血色长剑刺向副村长活子旁 询问他黑暗降临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全村被烧了 是有人故意放火吗 看得副村长一问三不知 江车残忍一笑 两分半后 黑暗降临结束 屋内恢复成原来样子 烧焦的苏美人同样如此 而江车也结束了他的拷问 有着系统的提示 江车确定副村长是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饭后结束 苏美尔又毫不避讳地贴上江车 暗示江车晚上就睡他隔壁 副村长睡得很死 然而江车不为所动 直接把门关了 看得诸葛也内心一阵羡慕 所以他提议想去调查那个女儿 江车去调查副村长 诸葛也的算盘都要打在江车脸上 他直接表示不用 那个副村长没什么问题 然后示意诸葛也等晚上再说 在晚上十一点 江车醒来的同时 把诸葛也叫起来 然后朝着隔壁走去 美艳娇妻早已等待多时 让他们一个一个来 当诸葛也独自进入没多久 江车就听见他传来的求救声 江车立马推门而入 就见到诸葛也满脸是血的想逃跑 心里早已扭曲了 剑撞江车掏出血色长剑 一剑刺穿了苏美尔 苏美尔非但不生气 还一脸娇羞看着江车 紧接着江车又给了他一巴掌 同样苏美人一点都不生气 时间一直持续了一整晚 苏美人也告诉了江车答案 村长之前去了山里就再也没回来 就当两人准备前往后山 却刚好遇到了江子浩 他也是想和江车合作一番 但江车并不给他面子 不说小蛮提醒江车 江子浩身上有鲜血的气息 就单单是跟着江子浩的挑战者 越来越少 江车也不想和他合作 可其他人还是对江子浩身心不已 面对江车的拒绝而感到气愤 然而江车本不想再答应 确实没想到江子浩 居然知道村长去了后山这条线索 所以江车也就跟着他一同前往 不过心中也在默默盘算着 在鬼秘挑战中 最大受益人当然是领头者 而成为领头人最好的办法 就是自称天卷者 可江子浩不断给自己 塑造老好人的形象 甚至连线索都能拿出来共享 要么他是傻的 要么他就是另有所图 然而这时诸葛也表示 要不直接放火烧山 说不定村长就会直接跑出来 江车觉得狠行 可江子浩急了 以他们说不定也会被烧死的理由拒绝了 就在这时 他脚下踩中了什么东西 只见一具尸体出现在众人眼里 而且不仅仅只是一具 与此同时所有人接收到提示 解锁隐藏地点乱葬岗 江车正疑惑尸体 怎么都是却胳膊少腿的 小蛮提醒江车尸体有问题 他们似乎并没有死去 突然警报声响起 这意味着黑暗又要降临 可是却没有屋子给他们躲藏 江子浩这时掏出一根火柴事宜 那些家伙怕火 只要待在他身边就行 然而诸葛也察觉到了不对 有着系统的提示 诸葛也的第六感是对的 村子里的村民确实是被火烧死 所以才怕火 可乱葬岗这些家伙 根本不是被火烧死的 是一张器官贩卖价格表 死的却是一整个村庄的年轻人 他们被随意丢弃在乱葬岛中 生人的到来将他们全部唤醒 江子浩点燃火堆 示意众人不用害怕 那些诡异们怕火的 可这时其中一名漂亮妹子 发现了不对 那些诡异们并没有因为火堆而停下 而江子浩还在坚持火焰有用 当诡异冲破火堆扑来时 想要逃跑那已经是迟了 见到这一幕 江子浩非但不慌 脸上还露出圣人的笑容 只是一柄剑刺穿了他身后的诡异 他见到人已经死得够多 也拿出了他的F级镜物生锈的斧头 至于他的两名狗腿 同样都拿出了F级镜物 江测看到这才明白 诡异局挑战资格真正的含金量 反观诸葛爷也不甘寂寞 掏出他的相信光骂 朝着诡异们抛了过去 瞬间诡异们被蓝火锁灶烧 而江测一边脱衣服 一边准备亮出他的神器 反观一旁的漂亮妹子 手起刀落之间不停地在斩杀诡异 眼看越来越多的诡异朝自己出来 妹子体内的鬼力开始沸腾 啪那间 方圆树米内亮起无数剑盲 这是独属于妹子的剑技千只万战 诡异们纷纷对视一眼 然后化作无数的碎款 可像漂亮妹子杀鬼一如杀鸡的 还是在少数人 忽然漂亮妹子面色一愣 原来他是看到正在和诡异聊天的江测 而这时小蛮向江测示意 近物与近物之间可以融合的 询问江测要不要把他的两把武器融合 至于需要专业的练习师 江测立马想到之前小蛮技能里练起宗师 于是江测直接把这活交给了小蛮 让他融合的帅气一点 不久之后当黑暗降临退去 漂亮妹子在检查尸体 试图去发现有什么线索 然而江测却在另一具尸体上 发现了一张纸条 可之前尸体并没有这玩意 江测连想抓鸭子的小孩 警钟的女人 施领村的火灾 窗户外的求救生 以及最后这些残缺的尸体 江测发现这些线索之间 似乎什么也没有关联 至于一旁的江测 还想要和妹子继续组队 但妹子反问他 真以为所有人都相信他是天倦者 并让江测把路让开 这么不给面子 多少令江测有些破防 而其他有能力之人 也并不想再和江测合作 这两天明显的表现来看 就是想令挑战者解缘 江测看着为自己辩解的江测测 他真的只是为了独吞挑战奖励吗 不过这时江测测小弟见妹子不为所动 又把目光放到了江测身上 质问他往口袋里塞了什么东西 见江测不承认 胖子开始道德绑架 多一条线索就多一线生机 江测他也不想渐渐害死人吧 文言的江测不经无语 要这么说 那大家上山导致团灭的江测测 不就是蓄意谋杀吗 胖子怒了 准备动物直接抢脱 江测不屑一笑 一柄血色碎骨肠剑被江测召唤出来 他正是被小蛮融合而成的 地级禁物碎骨刀 胖子三人瞬间头皮发麻 因为他们感觉到碎骨刀 已经无限接近于C级禁物 所以一点也不敢再放狠话 飞快地跑路 可漂亮妹子忽然向江测表示 应该把他们都杀了的 紧接着妹子向江测介绍自己名字叫苏小景 然而江测却用诸葛也的名字代替 苏小景微微歪头告诉江测 用自己真名可不是什么好事 江测笑笑不说话 然后询问苏小景找他有事吗 苏小景直接开门见山的想要和江测互换线 江测示意他先说 苏小景没有犹豫 告诉江测今早经过一栋房子 听到里面有小孩子的声音 就在黑暗降临时 江测最先进去的那一栋 江测思索一番 那次黑暗降临的求救声 确实是小孩的声音 只不过不确定在哪个位置 得到有用的线索 江测便把那张纸条交给了苏小景 诸葛也急了 询问江测就这么交出去吗 江测表示没什么 那只是一张器官贩卖表 在结合村里全是老人 乱葬岗却有一堆年轻人的尸体 那么这张价格表 信息其实已经很明确了 而江测返回的路上 苏小景一直跟着江测他们 江测让他别跟 苏小景小声说自己进不去那个房间 可江测不吃这套 刚才的线索交换已经平等了 如果想要蹭进度 总要诚恳一点吧 比如给哥笑一个 话语一出 苏小景并未反驳 捏着自己的脸努力做出笑脸 然后喊江测哥哥问他能蹭一下进度吗 可江测还是拒绝 就算苏小景要给江测50万 江测也是没有答应 并告知苏小景上次给他这条件的 坟头草已经比目还高了 然后苏小景就被关在了门外 而苏小景的鬼灵松了一口气 幸好他们没有动错 那个江测体内的鬼灵虽然隐藏了气息 他还是能察觉到非常的强大 至于苏小景也没有放弃 而是打算寻找更多的线索和江测交换 是一家医院的美艳护士长 可明明已死去的他 却又重新出现在男孩面前 想要带男孩去看病 原来江测在无视漂亮妹子后 他来到了之前躲藏的屋子里 不过并没见到什么小孩 但他还是愿意相信苏小景所说 可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来到了下午两点半 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江测不禁怀疑是不是要等到晚上 才能触发机制 就在这时厕所忽然传来声音 江测两人一打开帘子 就看见一只手从马桶里伸出 紧接着一个头接着冒了出来 小孩哥在看到江测后 立马让他拉自己一把 江测很是抗拒 但之后还是一连拉了四个小孩哥 而小孩哥也很相信江测 因为能进到这屋里 绝对是周阿姨介绍过来的 至于所谓的周阿姨 就是那个警钟女孩 然而接下来 小孩哥忽然向江测他们邀请玩个游戏 并介绍自己名字叫大狗 旁边的则是二狗三狗四狗 然后询问江测他们叫什么 江测看着名字越难听 越好养活的系统提示 让诸葛也跟自己叫江狗和野狗 都带狗的名字很快引起小孩哥的好感 所以在面对江测询问玩什么游戏时 也是很直接的告诉江测玩剧本杀 江测接过剧本的同时 他明白里面绝对藏着关键线索 可是剧本里什么也没有写 小孩哥告诉江测 他们扮演的角色很简单 所以连剧本也没有 一个啤酒瓶摔在地上 代表着剧本杀正式开始 由大狗饰演父亲 江测两人饰演他们的儿女 二狗饰演母亲 两人发生激烈的争吵 剧情很现实很狗血 只不过情绪激动的母亲 最后直接把家炸了 在爆炸中母亲也因此去世 父亲忏悔不已 接下来剧情中 由于村长的到来 江测他们被推进小房间中 不过江测还是通过门缝 偷偷看起小孩哥他们的剧本 剧情演绎中 尽管母亲是自己炸死自己 但是父亲也是有一定责任 所以四狗饰演的村长 可以安排父亲去城里避一避风头 父亲很感激村长 可忽然剧情突变 父亲毫无防备时 被一个针头扎进了脖子 由三狗饰演的不明医生下手 村长对此并不意外 接下来父亲被带到一个手术室 身上的器官被摘下 不明医生让村长结账 并且要求涨价 一颗心脏才25万太少了 村长没有拒绝涨价要求 接下来父亲被扔进乱葬岗后 医生给出了新的价格表 但村长发现价格并没有变化 医生示意自己拿错了 可就在翻掌途中 医生偷偷拿出背包的里的匕首 现在村长不注意 就把村长杀了 并且把村长的头卡了下来 看到这江测完全明白了 乱葬岗的无头尸体就是村长 村长同这个来历不明的家伙 摘取村中年轻人的器官进行贩卖 最终却被同伙杀害 可江测当时遇到那具无头尸体 并没有提示完成寻找村长的主线任务 看来光找到部分尸体还不够 得把村长脑袋也找回来 可就在这时警报声再次响起 黑暗降临令所有场景全部恢复原状 小孩哥们是一天黑了 他们必须要回去 不然弟弟妹妹要担心 说完便全部钻进马桶里消失不见 江测看得很疑惑 村里的年轻人被杀害 只剩下一群老年人 可孩子们又去了哪里呢 所以江测打算等黑暗降临结束 再出去找一找线索 当江测他们出门时 发现苏小景早已等待多时 他立马向江测表示有新的线索交换 江测本想随便敷衍一下 却没想到苏小景说 有八成的把握直接完成主线任务 看着江测的不幸 苏小景急切地示意自己没骗人 可以现在立马带他们过去 不过前提是要帮助他完成挑战任务 江测只是模棱两可地说考虑一下 但苏小景却是直接答应下来 诸葛也悄悄询问江测 江测说过师领村 里面有条线索说明师领村村长失所分离 而根据他得到的消息 村长的头就在他的家中 闻言的江测倒也理解 鬼秘世界消息本来就是互通的 忽然苏小景停下脚步 神色变得紧张无比 只因他察觉到第几以上的诡异到来 话落一双黑丝长腿迈出 一位熟悉玉姐映入江测的眼帘 而他正是黄泉医院的护士长孙小小 江测震惊得大呼怎么可能 护士长瞬间贴近江测反问 为什么不可能呢 片刻后的村长家中 护士长解答了江测的疑惑 其实他那时确实没有死 只是善念与恶念重新融合在了一起 现在的他才是真正的他 为此他也是很感谢江测让他得到了救赎 不过接下来的交谈中 江测得知了明天有一场热闹的童庙祭祀 以及黄泉医院器官紧缺 被院长派来施领村收购器官 当然护士长也明白江测在对他套话 但护士长也不在意 毕竟江测帮助过他 并有意告诉江测 副村长的儿子曾经学过医 摘取器官的事 以往都是他来负责 江测麻烂 他可从不知道副村长还有儿子 等交谈完毕后 护士长临走之时示意江测 如果有货可以来联系他 江测无视了诸葛也的套进 无非又是看到美艳的护士长内心躁动 他在把村长的头扔给苏小景后 便打算前往市领村 可就在这时 江测号一行人找上门来 想要一起完成主线任务 然而苏小景直接拒绝 主线任务完成的人越多 就越影响整体评分 这可把江测号整得破防 口中无言会语大骂苏小景 苏小景让江测帮他拿一下村长的头 刹内间 苏小景一个闪身来到江测号身后 随着他缓缓和刀 江测号的脑袋也随之分离 江测看得无比惊讶 本以为是鬼灵的力量 可小蛮告诉江测 那是他自身的实力 这令江测不禁怀疑苏小景 是不是地级挑战者 任把小孩哥的头拧下来 给他自己当球踢 告诉他这是真正的人球合一 原来当呆萌的漂亮妹子发怒时 那是真的丝毫不留情 震惊将册的同时 也明白为什么之前和苏小景握手 触感不是常人的软乎滑嫩 而是粗糙的老姐 这绝对是经过非常人的专业训练 此时苏小景见指剩下两人 质问他们自己退出 还是他接着动手 苏小景听他们还想回去告状 以此来威胁他 毫不客气再次提见展规一人 众目睽睽下 其中的胖子变成了三段 吓得瘦子瘫坐在地上 然后大喊着自己要退出 但下一刻 剑光再次亮起 苏小景并未给他机会 对他来说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接下来苏小景拿过村长脑袋 来到乱藏港找到了村长的尸体 与此同时 江测他们的主线任务完成 而苏小景为了防止江子昊他们复活 把村长的尸体埋了 让他们完不成主线任务 紧接着苏小景示意江测 说出他得到线索 江测本有些不愿 毕竟他之前说法只是考虑考虑 苏小景看出他的想法 告诉江测这次挑战任务是地级 没有他帮助是完不成的 也是忌惮江测体内的鬼灵 不然他找动手了 面对苏小景的坦白 江测本想说靠鬼灵就行 可小蛮捂上江测的嘴 原来是黑暗降临后 小蛮的力量就被莫名的限制 江测得知不惊无脸 刚拒绝现在又答应 脸要丢大了 诸葛也看出来 所以他给出台阶 自己替江测说答应和苏小景合作 然而苏小景却只想和江测合作 对于诸葛也这个没用的白毛 完全就是累赘 他缓缓拔出配件 询问诸葛也是自己退出 还是送他一程 诸葛也当然不愿意 不过江测这时站了出来 他否决苏小景的提议 要合作就三个一起 不然直接解散 苏小景无奈同意 然后主动分享得知的线索 村民似乎十分忌惮 后山童庙中的鬼孩子 因此会定期进行祭祀活动 晚上宵禁的原因 也是为了避开这些孩子 所以要是没猜错 只要解决了那些鬼孩子 就能解开市领村的诅咒 江测文言也一并告诉苏小景 村长的脑袋 是被副村长儿子给砍下去的 然后并示意晚上八点同庙集合 不过此时诸葛也情绪有些不对 询问江测真的要去对付那些小孩吗 江测疑惑的同时 解释那些小孩哥不过都是诡异吧 虽然察觉诸葛也有些不对劲 但江测没多想 带着他回到副村长的家中 询问苏美尔副村长的儿子去哪了 苏美尔表示不知 不过他是同庙的祭祀 明天就能看见他了 随即江测回到客房 一直等到了晚上八点 当两人朝着童庙靠近时 一个小孩哥出现在江测面前 他抱着一个人头询问江测 能陪他剃足球吗 然而下一刻他看上江测的帅气俊年 想要把江测的头摘下剃足球 可江测率先来到小孩哥身前 把他的头拧了下来 告诉小孩哥 你的头就是你的球 此乃真正的人球合一 是剃足球的最高境界 小孩哥恍然大悟 高兴地和江测挥手告别 反观村口的古井旁 一位陌生男人喃喃自语 不久后江测来到童庙 却是直接把他看傻了 尽管妹子一样的白一样的长 但那红色的双马尾 跟江测他打招呼时还是有的点懵 原来妹子正是苏小景 之前不过是伪装的霸儿 然而江测听闻却震惊了 想要改变容貌 可是五级以上挑战者才能做到 苏小景本想说什么 忽然一阵阵诡异声音传入他们耳中 他们面前的童庙紧跟着燃烧起来 小孩哥们缓缓走出 他们哭泣着找爸爸妈妈 他们汇聚在一起害怕一个人 但紧接着他们身体开始融化融合 在江测他们面前 变成一个巨大的肉球 看得江测他们恶心不已 不过由于融合的原因 他们的气息在D级与C级之间徘徊 此时一只大手朝着江测他们拍去 所有人四散躲开 而江测与苏小景分别掏出自己的武器 在两人的配合下 砍断了肉球的一条手臂 等江测他们回头望去时 本在痛苦哀嚎的肉球 忽然他断手在快速地再生 小蛮剑状主动出来帮助江测 并提醒江测肉球有着精神攻击 以及C级般的力量 话落他便与江测融合在一起 一旁的苏小景剑状 也和他的鬼灵融合 让他的双马尾变成了渐变色 瞬间两人与肉球大站在了一起 然而一旁的诸葛也却是浑身颤抖 他好似想起了什么不好的回忆 脑海充斥一些不堪的话语 反观江测这边 由于肉球的超速再生速度太快 不过两人怎么砍都砍不完 本来苏小景是想要掩护江测 却刚好被肉球抓住了机会 重重地朝着苏小景腹部哄去 江测也抓住了这个时机 来到肉球的身前一刀两断 然而这次却没有再超速再生 江测不禁大喜 原来肉球上的人脸就是他们的弱点 并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苏小景 可肉球趁着江测分身 一个大嘴巴子拍在了江测脸上 让苏小景提醒都来不及 这一巴掌把江测整破坊了 然而苏小景却是皱眉表示 打脸没有用 只是速度恢复变慢 需要将他的机制找出来 任务难度不可能毫无意义地提升 说完他再次朝着肉球杀去 与此同时系统提示江测 江测看着上面一体的字眼 不就是要他把全部的脸砍碎吗 可光靠他和苏小景根本不可能半倒 于是他想到了诸葛也 他身上的那个相信光的镜物 就是范围伤害 但是诸葛也完全不理会江测 小男示意江测别喊了 那个白毛受到了精神影响 由于他自身意志不坚定 只能靠他自己挣脱出来 他的大腿被诡异咬下 却是他的心甘情愿 就在江测对付大型诡异之时 由于他的精神攻击 令本能帮上忙的诸葛也陷入精神困境 他能从肉球上孩子脸感受到 疯狂争獰委屈绝望悲伤的情绪 就和当初所经历的如出一辙 妈妈被害死时 也像现在这样什么也做不了 绝望的蔓延 面对肉球的袭来 诸葛也已经开始放弃自己的生命 可忽然好似一道虚幻的人影握住诸葛也的手 告诉他不是一个懦弱的人 他也终于清醒过来 千军一发之际躲开了肉球的袭击 然后掏出他的符指 向着肉球洒去 符指在触碰着肉球的一瞬间 就在肉球的身上迅速燃烧 紧接着抛出他的镜物手镯相信光芒 一瞬间 肉球上的人脸全部被火焰覆盖 这一刻 苏小景对这个白毛有些刮目相看 江测趁着这个机会一跃而起 肉球仿佛意识到什么 向着江测道歉求放过 他们只是太害怕 江测听闻只是说了声抱歉 便将肉球一分为二 这一次肉球并未在超速再生 而是他们的融合解除 缓缓化作碎片消散 全都回到了燃烧的童庙中 此时江测他们眼前浮现一个面板 显示他们完成了 施领村的孩子们的隐藏任务 也就是说这些孩子 并不是施领村的诅咒根源 挑战任务并没有完成 尽管如此还是让诸葛也很得意 毕竟他帮上了大忙 可下一秒他笑容消失 直接往后倒去 原来是刚才那一波 令诸葛也体力透支了 江测无奈摇了摇头 之后江测把诸葛也背回屋中 苏小景的鬼灵示意他 向江测借点药吧 肋骨断了三根 内脏大出血坚持不了多久 但苏小景拒绝了 不说鬼迷世界药品十分珍贵 他还得罪了江测的兄弟 然而江测直接把药品丢给苏小景 这不禁让苏小景愣住 询问江测为什么要给他 哪怕江测有些口是心非 但那意思已经很明显是朋友了 这不由令苏小景低下了头 不好意思的同时 也失望自己没有线索 可江测否决了 副村长儿子这条线 还没有用上 等时间来到第二天祭祀开始 江测三人默默跟着 期间江测开始对两人进行安排 吩咐诸葛也去摘取器官的手术室 获取里面的线索 而苏小景则去乱葬岗 按照计划行动 至于江测穿着苏妹尔偷的衣服 混进了祭祀大队中 片刻后祭祀开始 小蛮让江测快跑 因为那个戴面具的家伙是个C级诡异 这可是和之前江测遭遇的C级诡异不一样 它们并非真正的C级 在C级以下的鬼秘 弱点无非就是脑袋心脏 通过禁物或鬼力释放的力量 便可以将其击杀 然而当鬼秘到达C级后 便会对自身弱点 进行加强和保护 并且有些C级鬼秘 还会觉醒一种新的力量名为鬼须 鬼须复杂多变种味繁多 很难具体形容 需要找到相应的机制才能解除 当然小蛮也有 只不过小蛮的鬼须太过强大 以现在的江测还动用不了 此时祭祀正式开始 可忽然具体破碎 点燃的烟箱也跟着断裂 在村民不明所以中 面具男告诉他们 是童庙的孩子们在生气 而罪魁祸首就是几天前来的陌生人 下一刻江测直接被面具男指出 顿时村民们纷纷愤怒地诡异化 江测本想要解释什么 护士长忽然从人群中走到江测面前 示意自己帮江测拦下这些人 而且刚好黄泉医院院长所需的货源 这里就有不少 江测虽然没想到护士长会帮他 可能不能完成挑战任务就在这时了 下一刻江测对着童庙的孩子们大喊 他们并没有死 话语一出 面具难极了 命令村民快点把江测解决掉 不过有护士长拦住江测身前 一时间诡异接近不了江测 而江测继续对着童庙诉说 他们马上就要回来 他们也想念你们 不料童庙还是毫无动静 江测心中直呼不可能 他的推测应该没有出错才对 此时越来越多的诡异 朝着护士长袭去 一个不慎 就被那些诡异咬到了腿 小男也劝说江测还是快走吧 但江测并不愿意 因为没有真正的无敌 也没有谁能做到真正的横推 这是一个完整的诡异世界 有着无数意志与故事的世界 而在这个世界机智至上 实力权力或者金钱 都无法跨越这条鸿沟 这些想法一闪而逝 江测对着童庙大喊 他可以带着他们去找爸爸妈妈 话语一落 童庙终于有了动静 一个小孩哥缓缓走了出来 江测明白机智终于触发了 诡异村民们也停下了攻击 面具男见状极了 大喊着江测的话是骗人的 他们的爸爸妈妈早死了 已经把他们抛弃了 然而小孩哥已经不再信任他 认为他才是骗子 这些话无疑令面具男崩溃了 他的身上开始冒出火星子 江测瞬间得知副村长的儿子 也是被火烧死的 可至于他猜想的并不对 此时面具男嘴中 念念不停都该死的话语 小孩哥们嫌弃他吵 瞬间妙语的地板掀起 然后直接把面具男给封印了 江测惊讶的同时 也明白小孩哥的出现 他的判断没有出错 但为什么面具人父村长的儿子 也不是村子的诅咒根源 就在这时 小孩哥拽着江测的衣服 要他带着他们去找爸爸妈妈 小男倒是想让江测放弃 因为小孩哥并不能压制面具男太久 江测肯定不愿意 此时护士长示意江测 这里就交给他好了 让江测去忙自己的事 文言的江测胆大妄为 直接询问护士长一次次的帮他 是不是喜欢他想当他的鬼灵 护士长扭头否认了 表示自己只是不想欠人类的人情 至于是不是真的就不得而知了 还从千年古井中爬出 就被人一口咬中了嘴巴 他非但不反抗 还恢复了他的俏丽容颜 原来在江测成为孩子王后 便带着小孩哥们去找他们的爸爸妈妈 当苏小景带着乱葬岗的诡异们 与江测他会合时 双方纷纷正住 紧接着他们容貌开始恢复 对于小孩哥来说 只有家人在的地方才是他们的家 就在小孩哥与他们的父母拥抱在一起 江测他们的面板提示响起 消失的爸爸妈妈 与留守孩子的思念机制百分百生效 江测看着这温馨的一幕 询问苏小景想自己的父母吗 随之苏小景一脸平静地说 自己的父母已经被他杀了 江测瞬间脸就黑了 两人也没过多讨论 毕竟没有熟到那个地步 而是说起师领村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留守儿童 主要原因还是村长 不仅挖了他们父母的器官 还把留下的孩子统一到庙中 然后让他们自生自灭 而在机制没处发前 双方皆不能离开自己的区域 所以也就见不着面 反观半小时前 诸葛也找到贩卖器官的手术事后 便立马开启寻找线索 却不知一个人悄悄跟在他身后 当诸葛也找到了线索 一把斧头就横在他脖子旁 这人正是复活后的江子浩 复活后的他并未退出 而是想继续完成主线任务 随之由于苏小景埋尸的原因 江子浩找不到村长尸体 也就完不成主线任务 破防的他 就想来破坏江浙他们的挑战任务 下意识丢出斧头 威胁诸葛也把线索交出来 诸葛也当然不愿意 却被江子浩暴揍一顿 刚好把诸葛也打他丢出斧头旁边 瞬间两极反转 诸葛也拔出斧头 一脸幻笑地看向江子浩 与此同时见诸葛也还没有会合 江测等待有些不耐烦 不过这时鼻青脸肿的诸葛也 亮亮呛呛地回来了 原来诸葛也虽然拿到斧头 但是由于江子浩没有复活机会了 他不敢下手杀人 此时江浙发现照片夹层中有一张纸条 他在看完后 确认这次一定能通关 可是就在这时 面具男挣脱了小孩哥们的封印 他看着团剧们的村民 面具男更加的愤怒更加的破坊 他们凭什么可以团聚啊 面具男把怒火 发泄到罪魁祸首江浙的身上 然而江浙却跑路了 但也并未真正意义上的逃跑 江浙的目的是想把面具人 引到那个古井面前 他对着井中妹子周一大喊 有业绩来了 周一立马从井中爬出 看到面具人的他愣住 然后缓缓开口 你终于愿意来看我了吗 从后面追来的苏小景两人不明所以 原来江浙根据系统之前的提示 就知道市领村的村花就是周一 他发现了某个秘密 而诸葛也带回来的那张纸条 其实就是一封举报信 周一的母亲是个妓女 生下她后就消失了 而周一也不知道 自己的父亲是谁 常被村中的人称为野主 周一在发现村长秘密后 将这个发现告诉了自己的爱人 也就是副村长的儿子 两人起了争执 周一决定带着孩子离开这个村子 却被副村长刚好撞见他们的对话 副村长本来就瞧不起周一 所以趁此机会联合村长 将周一推入井中杀人灭口 至于鬼医生之所以杀了村长 并非是为了钱财 而是为了给自己的爱人报仇 此时周一缓缓将她面具摘下 面具男直接拥吻上了周一 看得众人些许脸红 他慢慢抚摸着周一的脸颊 然后紧紧抱着周一 颤抖询问恨他吗 周一恢复了他的容颜 我或许曾经恨过你 愿你不够勇敢 迫于父亲的压力 不敢站出来承认我们的关系 承认那孩子是你的血脉 要是当时你能站出来 或许一切都不会是这样 但是过去这么久 我早就没力气去恨了 你杀了那些孩子 又放火烧了村子 一切都该结束了 面具男为之前的懦弱向周一道歉 但是那些孩子是同庙坍塌而死 村子的火灾也不是他造成的 而他还死在了那场火灾中 就在这时 抓鸭子的小孩哥走了出来 承认同庙坍塌和村长火灾是他干的 原来小孩哥是周一和面具男的孩子 他怨恨自己的父亲是个懦夫 害死了他和周一 话语落下 小孩哥展开了他的鬼须 这个鬼须名为沦丧 作用是令人在悔恨中死去 所以不管是苏小景还是诸葛爷 甚至市领村的众人都陷入了精神幻境 江车这时才明白 抓鸭子的小屁孩才是诅咒的根源 然而境界的差距 也令江车陷入了精神幻境 与此同时现实中 江车的姐姐江婉 突然内心感到心悸 江婉不明白是怎么了 可忽然他离开的镜子上 他身影并没有消失 反而还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下一秒镜子被粉碎 大叔揪出镜子中的诡异 猜测也许是叶佳在对江车姐姐下手 不过这时他手机铃声响起 大叔瞳孔一缩 原来是蒙眼玉姐告诉他 审判召集令召开了 全国诡异局队长都将前往 3033小队成员小蓝不禁担心自家队长 还能不能回来 毕竟三年前的审判召集令 就牺牲了几十个鬼秘小队的队长 可队员们担心也没有用 因为他们不在召集行列中 但哪个鬼秘小队的队长 不是顶尖挑战者 为了守护这盛世之大侠 他们愿意补助长城 以血浇将主 还身上穿的还丝 却是男孩从幻境中清醒的关键 原本江车在陷入精神幻境后 无论小蓝怎么呼唤 江车都苏醒不过来 不过江车有着精神增强的技能 使得他精神力比一般人强 倒也没有想着怎么去死 小蛮正是了解到这一点 告诉江车今天他穿了黑丝 再不醒过来就没得看了 身为当代正能量的绿色健康青年 江车当然要好好批判批判 尽管苏醒过来知道被小蛮骗了 但他目光却是被系统的提示所吸引 明白了小孩哥主要的仇恨原因 还是因为缺少父母的关爱 小蛮这时告诉江车 解决小屁孩鬼须最快的办法 就是干掉他 然而小孩哥看到江车清醒过来 当即一拳重重地打向江车 再见到江车居然挡下了 小孩哥越发兴奋 甚至口出狂言要把江车的亲人 拉近鬼秘世界狠狠地折磨 这话瞬间惹怒了江车 家人可是他的底线 让小蛮和他融合 他要砍了那个小屁孩 可小孩哥是C级诡异 江车一旦在与鬼灵融合后受伤 是不能通过复活来重置自己的伤势 小蛮本想拒绝 但是降不过江车的脾气 最终还是和江车融合在了一起 下一秒 江车手持地击碎骨刀 狠狠地朝着小孩哥砍去 在分开的一瞬间 小孩哥读懂得江车想要守护亲人的信念 这令小孩哥越发地破防 江车却是吓人诛心 说小孩哥是嫉妒了 嫉妒别人有父母的关爱 而他什么都没有 虽然江车很同情他 但不是拿他亲人来威胁的理由 小孩面目争鸣 他才不需要那种恶心的羁绊 就在小孩哥与江车再次战斗在一起时 一旁陷入幻境的苏小景缓缓抬起手 诸葛也本想过去帮助江车 不料看到苏小景对自己的狠辣 令他吓了一跳 另一边正在激战的江车 被诸葛也拉回 苏小景迅速顶上 小蛮告诉他们 能砍头就砍头 无论弱点隐藏在哪 砍掉脑袋都能削弱鬼秘的力量 这话一出 江车明白小蛮的脑袋为什么会没了 文言的苏小景 将自己的鬼灵注入到手中的刀中 他身影快速在小孩哥周围闪烁 不过小孩哥运用鬼力 将自己防御的密不透风 苏小景根本砍不到小孩哥的脑袋 然而这时江车 趁小孩哥注意力分散 他一跃来到小孩哥的身后 诸葛也同时发动 他手中的镜物相性光芒 小孩哥见状想要将苏小景推开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三个人上下左右 同时朝着小孩哥杀去 攻击的落下 瞬间荡起浓厚烟沉 在江车他们期待的目光下 烟雾散去映入眼帘的事 面具难替小孩哥 挡下了三人的全力一击 江车由于透支了鬼力 身体再也支撑不住 小男告诉江车 他现在血管爆裂内脏破碎 骨头马上也会开始断裂 如果现在这个状态退出 会死得很惨 反观小孩哥正正看着他的父亲 颤抖地询问为什么 面具难视然一笑 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 也不是一个称职的爱人 都是因为我的懦弱 才没能护住你们 或许对于我来说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结局吧 爸爸终于守护了你一次 小孩哥沉默数鸟 他愤怒地抓上将要消散的父亲 怒喝着真以为这样做 就能得到他的原谅吗 说着 小孩哥身上的鬼力 朝着他的父亲身体里涌去 本要消散的父亲 也逐渐变得凝食 是你抛弃了我们 你不配得到解脱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你要永远待在我们身边赎罪 我只是想要一个家 是你让我没有家 我恨你 这突然的剧情展开 令江车他们都愣住了 小蛮倒是看出来了 原来小屁孩和面具男之间 有着共生的连接 而这个掌控权在小屁孩手上 两人可以共享力量 刚才鬼面人的力量被收回 他本身称死是个大夫妻 不可能扛下江车他们的这一刀 现在这个小孩想要救鬼面人 将身上的鬼力 全部倒灌给了对方 简单来说 就是他把生命力分给了他爹 江车叹了一声气 一边说着憎恨对方 一边又不惜一切要求他 狗担着孩子 他想要的 或许只是父亲的一句道歉和承诺吧 与此同时江车他们的挑战任务完成 这次的通关运气占了大多数 所以才得到了一级评分 不过江车的等级也提升到四级 还获得了四件物品 分别是替身娃娃 村民凑的五千鬼壁 精致的骨灰盒 以及烧焦的尸体 这时小孩哥突然拿出一朵鲜花 然后丢给了江车 系统提示江车 获得了C级的血腥草 小蛮让江车快把它吃了 这血腥草 相当于人类世界的大不要 主要作用是恢复伤势 提升气血增强体魄 也是小孩哥给江车的谢礼 感谢江车让他重新有了家 说完便和江车挥手告别 示意他以后来市领村抓鸭子 江车默默看着心中留下了一句话 愿大山不在空巢 愿儿童不在留守 愿人间万千烟花 总留一盏等你回家 他还只是戴上一张面具 却能做出江人千刀万剐之事 原来江车完成市领村的挑战任务后 在与苏小景告别 江车几人便退出鬼秘世界 回到了现实世界中 可一回来就被告知叶家的人出手了 他的姐姐现在有危险 主要原因还是 江车之前与无限恐惧战斗时 他手中没有融合过的武道 被认出就是笑话叶青摇鬼灵所化 再确定江车就是凶手 叶家家主叶长青 得知江车还在鬼秘世界中 就把目标放到了他姐姐江婉身上 要江车后悔杀了他的女儿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更是派出了一个C级挑战者 两名D级挑战者 三个E级挑战者 和四名F级挑战者 蒙眼玉姐在通知完江车 就匆匆赶到叶家想要阻止叶长青 但叶长青根本不愿意 更是说鬼秘局在袒护杀人凶手 可是在鬼秘世界中 本来就是弱肉强食 无论是死在鬼秘之手 还是挑战者自己扔手中 都怨不得他人 不然叶青摇献祭 十三个同学的生命 与鬼灵契约 那十三个家庭 他们就不想为自己孩子报仇吗 他们恨不得把叶家碎尸万短 但他们做不到罢了 所以叶家不要太双标了 蒙眼玉姐小队说的这些道理 叶长青如何不明白 可是杀女之仇就是不共戴天 无论怎么说他都要报仇 反观江澈这边 他主动找上叶长青派出的挑战者小队 江澈看着从车上下来的 C级挑战者刀巴男 以及他身后的那群小弟 江澈立马让诸葛也回去 通知鬼一局大叔 保护好他的姐姐 并且意识到他所在位置是住宅小区 不好闹出太大的动力 于是江澈不加掩饰地挑衅他们 这样做不仅可以把这些人 吸引到无人的小巷子中 还可以把目光都放到他的身上 不至于让他姐姐有危险 而江澈对他家附近不要太熟 躲过他们的追踪后 本想偷袭解决掉那位最强刀巴男 可C级挑战者也不是吃素的 江澈并未成功 同时由于江澈刚在鬼秘世界中 经历一场大战 身体已然吃不消 他并不能与小蛮再次融合 而刀巴男心中也明白 在调查中江澈体内拥有强大的鬼 现在虽然不知江澈为什么融合不了 但同时也是最好拿下他的时机 哪怕江澈现在实力削弱 也不是这些一级F级可以碰死的 这时小蛮连忙提醒江澈 那个C级挑战者朝他杀篮 江澈连忙向后退了几步 并嘲讽刀巴男用他的招数 怎么可能打到自己 刀巴男也不在意 因为叶长青说过 对于江澈最好是能够活捉 此时刀巴男他们开始动真格的 脚下的阵子 正是他们长久以来训练的成果 不是江澈这个一级挑战者能对付 不过现在江澈的鬼力 离地级门槛还差一点点 从小蛮那得知 自己鬼力到达C级 说不定能反杀 江澈拿出之前降临的罪恶面具 他的作用是释放人的黑暗面 以及强制提升一个禁忌 所以两秒半后 江澈不仅反杀了他们 一个照面刀巴男就仅剩他自己和谢不柔 刀巴男一边狼狈地逃跑 一边打电话向叶长青求救 但这时江澈高高跃起 一刀向着他们两个劈了下来 刀巴男抓过谢不柔挡在了身前 可谢不柔也只能用来挡一次 江澈的目光又看向了他 大雨倾盆下 江澈砍下他的手臂询问他吃不吃 而刀巴男不停地对江澈道歉 表示都是叶长青的指使 江澈轻笑一声 反问他拿同事挡刀也是叶长青的意思吗 刀巴男吓得一动 示意自己会忏悔的 江澈哈哈大笑 没人需要你的忏悔 那破完意只有教堂才稀罕 说着就把他的舌头割下 然后江澈拿起地面的手机 命令刀巴男赶紧告诉叶长青 自己马上就要去地狱 与此同时叶家宅景 叶长青听手机传来的动静 豆瓣大的汗水从他脸颊流下 他怎么都没想到江澈 居然一个人就解决了 他的精英挑战者小队 蒙眼欲解健壮 询问大叔到达怎么回事 而朱德也在回到江澈家主通知大叔后 他们就不停地查看监控 寻找江澈到底把那群人带到哪去了 在得知江澈似乎一人搞定后 大叔心中尽管有些不可置信 在看到监控一直没有显示江澈的身影 那么这附近 唯一没有监控区域的位置 就只有江淮路的北胡同 所以等他们找到这里时 江澈拿下鬼面具 敌人已经死完了 然而江澈只是看了小蛮一眼 警告他再胆废话 就连他也杀了 小蛮顿时不说话了 毕恭毕敬喊江澈主人 江澈满意的同时 拿出一块肉片询问小蛮吃不吃 就在这时 两个木乃伊朝着江澈袭来 江澈余光一扫 扔出血骨刀将他们劈成两半 不料人影只是幌子 下一秒 江澈被绷带缠绕上 还有他的血骨刀 所以连带着他被钉在了墙上 紧接着一名眼镜男 走到了江澈面前 江澈对他破口大骂四眼仔 命令他赶紧解开了他的束缚 然而眼镜男在江澈额头上轻轻一点 随后眼镜男就晕了过去 而眼镜男的能力是精神干扰对方 所以这一刻的江澈被唤醒 双手颤抖地抓着鬼面具 将他从脸上撕扯了下来 巨鬼只是穿上了骑行服 哪怕他没有头 却也是把男孩惊艳到热血沸腾 原来江澈在摘下释放 黑暗人格的罪恶面具后 清醒过来的他 看着满地的血迹 以及处理场地的清扫人员 江澈有些发懵外 也是被小蛮不停地调侃 江澈没有理会他 而是回想起刚才自己所做之事 因为叶家人想要抓他 他不得不戴上面具提升实力 然后就是一连串的虐杀画面 在江澈他自己脑海中浮现 恶心感瞬间上语 令江澈几天前吃的饭都要吐出来 大叔示意他太鲁莽 要不是眼镜男刚好克制面具 江澈控制不住自己的黑暗面 怕是会闯出滔天大火 所以大叔建议江澈 还是少用那个面具进入 江澈答应的同时 也感谢大叔和面前的眼镜男 此时一人向大叔汇报清理完毕 大叔便向江澈介绍 这是诡异局的后勤 专门处理这些事情 江澈点了点头 接着询问他的姐姐没事吧 等待江澈他回家时 姐姐立马上前查看江澈有没有受伤 而诸葛也在旁边邀功 都是有他在 一只鸡都飞不进来 不过两个都无视了他 只因惊大的校长电话打人了 他是听说江澈从鬼秘世界出来 所以想要约一顿饭 订的还是五星级餐厅 时间就在明天 听得江澈两人双眼放光 在晚上江澈入睡时 他来到诸天监狱中 可是第二间牢房他还是打不开 于是他询问小蛮 知不知道第二间牢房里有谁 然而小蛮也不知 这令江澈有些难办 现在他的底牌全用光 想要对付叶甲 急需新的力量 不过江澈在看到小蛮的好感度 距离一百点没差多少时 他询问小蛮有没有什么想要的 打算把小蛮好感度刷到一百点 来获取新的技能 小蛮示意自己想要漫画书 还有去人类的漫展 这些江澈都答应了 等时间来到第二天 江澈率先带着小蛮来到漫展 一进来江澈他们就被围观了 所有人无不好奇 小蛮是怎么做到没有头的 甚至有积德的粉丝 误以为小蛮在用镜子魔法 小蛮文言也大方地承认下来 江澈看不下去了 立马拉着小蛮走人 不过在路过一个展厅时 小蛮忽然看到机车的骑行服 不久之后的卫生间 等小蛮再次出现 无论是小蛮的大长腿 还是凹凸有致的身材 骑行服皆是完美地展现出来 看着江澈被自己美晕了 小蛮更想找回他那美的不可放物的脑袋 江澈闻言 忽然往外边跑去 等江澈回来时 小蛮已经戴上江澈买的六四八头盔 不得不说 这个头盔和小蛮来说是绝配 此时江澈好奇询问小蛮 为什么想来人类漫展啊 原来对诡异来说 只要成为人类的契约的鬼灵 无疑是鬼迷世界的叛徒 所导致的结果就是诡异仇恨鬼灵 而人类也忌惮签约的鬼灵 就导致鬼灵很尴尬 等同于两个世界都容不下他们 那位护士长之所以不和江澈契约 这里面原因就占大部分 而且鬼灵能出来多久 都是取决于契约者的精神力强弱 像江澈让他随意出来玩的 那可不要太奢侈 至于漫展小蛮也调查过 只要不是太离谱 那他就可以在这里随意玩耍 这时江澈好奇询问小蛮姓什么 随着小蛮一脸害羞 反问江澈问他这么隐私的问题干什么 这举动江澈立马知道小蛮误误 对着小蛮大骂 是不是看了什么不健康的东西 小蛮哼哼两句 我都不想说你历史记录 而且姓是这种东西 我早就记不清了 文言的江澈直接让小蛮跟他姓 以后就叫江小蛮 小蛮怀疑看着江澈 为什么忽然对他那么好 小蛮也知道姓是对人类的重要性 江澈微微笑着说 我们又不是简单的契约关系 而是生死与共的亲缘 这话瞬间让小蛮对江澈好感度大涨 立马朝江澈扑了过去抱紧他 江澈除了自己感觉要到天国外 小蛮的好感度也突破了一百 他能再抽取一次小蛮的技能 在小蛮不明所以中 江澈求神拜佛给他的强力技能 等转盘停住转动 指针指向的是一个名为无限格斗的技能 不久后江澈回到家中 诸葛也显得很伤心 江澈不仅去了慢展部叫他 还带着一个无比漂亮的妹子 江澈无力吐槽 不知道是谁怎么叫的不行 反观诸葛也打听那个漂亮妹子是谁 什么时候好上的 这些话被江澈听见 立马过来询问江澈是交女朋友了吗 诸葛也示意自己有照片 是同学早上遇到刚好拍的 江澈定睛一看 尽管戴着头盔看不见真容 但通过这个身材 江澈断定绝对是漂亮美人 接着询问他多大 江澈敷衍衍了一句三六点 听了小蛮在后面不停地点头 江澈也是让江澈 后面一定要带回家里认识认识 不过也提醒江澈注意安全 千万不要有了小生命 这都还没结婚了 不能害了人家女孩子 否则就把江澈逐出家门 这时敲门声响起 金大和金大的校长到了 还不过简单写得走 就被男孩拉到危险的鬼秘世界中 原来由于江澈优异的表现 他引得金大清大两所顶级大学青睐 为此两位校长不惜亲自来邀请江澈入学 为表诚意 还邀约地点定在了五星级餐厅 只不过这件事 刚好被鬼秘局大叔他们知道了 然后给校长两人下套后 也是来蹭吃蹭喝 就在这时 江澈一身西装 诸葛也白毛飞机头 出现在众人视野中 结果却被江碗一人一个拳头 让他们赶紧滚回去换正常衣服 等到正式上桌 众人开始点菜外 两位校长也恭维起江澈来 江澈倒也不客气的印象 不过当两位校长得知江澈他们 这次不仅在鬼秘世界中完成了挑战任务 还获得了极平分 瞬间他们炸锅了 京大校长更是拿出手雷 要江澈加入他学校 不然直接引爆 同属顶级的清大校长也不例外 而大叔也是加入战场 示意江澈已经加入了鬼秘局 江澈看得很是吃惊 他的弟弟这么抢手的吗 鬼秘局小队的南宫萧萧给江澈解释 现在虽说是全球鬼秘时代 挑战者人数众多 可强大的挑战者却很少 江澈他们不过才接触 鬼秘世界一个月的时间 就能完成挑战任务 除了那些大家族外 全国根本就没有几个能做到 而江澈这时表示 有一个完美解决方案 那就是加入鬼秘局同时 京大和清大也一起加入 众人听了一阵无语 这不就是相当于 有了老婆还想找女朋友吗 两位校长本想拒绝 江澈立马要打电话给其他学校 校长们顿时妥协了 大叔见状也只能去问问他的队长 文言的江澈倒是好奇队长怎么不见了 原来魔都那边发生鬼域渗透 大叔他们的队长被召集前去 而所谓的鬼域渗透 就是某一个鬼秘世界的场景 渗透到了现实世界 虽然鬼域渗透的形式有很多主 但最后都会形成一个特殊的空间 就比如你明明是在家里睡觉 周围的一切也都没有变化 但是下一秒 你的床就变成了一口棺材 最重要的是每个鬼域里 都必然会存在一个或多个S级 甚至是S级以上的鬼秘 按照现在情况 魔都那边肯定不止一个S级鬼秘 如果无法解决 估计整个魔都都要迁移 江澈震撼得无以加乎 那可是超一线大城市魔都啊 世界局势已经糟糕到这个地步了吗 江澈不禁担心自己所在的天青市 万一被鬼域渗透 他的姐姐怎么办 诸葛也满脸恐惧 你们队长怕不是有危险 大叔一脸坚定 军令如山不得违背 我们可都是宣过誓的 守护大厦便是我们的职责 同样两所顶级大学皆是如此 不仅仅是老师 就连学生们都志愿前去 可结果就剩下一两个回来 那可都是他们的优秀师生啊 所以队长他们甘愿赴死 因为背后有人需要他们守护 他们是英雄 从来都没有什么岁月静好 这时诸葛也来到江澈身旁 被吓了一跳的江澈 给了他一个拳头 不过诸葛也示意自己有个好主意 那就是直接去和叶家下暂贴 和叶长青1v1决意死战 根据诸葛也他对鬼秘家族了解 都是以利益为先 现在叶长青为了对付江澈 不仅得罪了鬼一局 还损失那么多的挑战者 这绝对不符合家族利益 现在江澈如果主动和叶长青单挑 相当于给了叶家其他人 一个和鬼局缓和关系的台阶 就算到时江澈杀了叶长青 只要鬼局还护着江澈 新任家主也绝不敢对江澈怎样 江澈想了想 同意了诸葛也这个办法 实际上诸葛也倒也没说错 甚至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叶长青正在被他父亲审判 更是宣布不许对江澈出手 毕竟两所顶级大学分量 不是他们叶家能够撼动 他让叶长青如果喜欢孩子 再去生一个救世 可就算如此 叶长青也不愿意放弃 这把他的父亲惹目了 手中的镜物发出红光 一位蓝发美人出现在老人的身后 紧接着兵精朝着叶长青蔓延而去 然而这事吓人忽然汇报 江澈他们上门了 叶长青一见到江澈 就发动鬼灵准备出手 可江澈却一脸无惧 原来是诡异局大叔他们到了 让江澈如此有底气的原因还是 他连续发了二十条朋友 这摆明着说他要来叶家 现在有着大叔他们的站台 江澈也是开门见山诉说来意 一个月后你我一站 无论输赢只论生死 这话一出 无论是大叔他们 还是叶家之人全都被震惊到了 而叶长青一愣 也是笑着答应下来 至于回到鬼异局的两人 则是接受蒙眼欲解红灵的审判 质问他们谁出的馊主意 诸葛也主动坦白从款 大叔他们也不信江澈一个一级挑战者 一个月能打败C级的叶长青 毕竟不是叶长青手下那种水火 所以想让江澈离开天青市 有鬼异局保护江澈能够成长起来 但是江澈不同意 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不值得鬼异局付出这么多 而且他有信心一个月后暴杀叶长青 所以他想去鬼异世界刷经验 不过江澈正是向大叔打听一个魅力 与此同时不知名某处遇事 正在沐浴的苏小姐 听到自己的师父说找到他口中之人了 他的师父杨青青询问他 你所在意之人准备进入鬼异世界 你感兴趣吗 本盖鬼异局的装置启动后 大叔很是头疼 而红灵也是知道江澈所想 他说自己是个自私的人 是不想让我们 在为他浪费精力 他知道我们在保护他和他姐姐 也知道其实他和叶长青谁都没有错 站在他的立场上 他是为了保护自己 站在叶长青的立场上 叶长青是为了给自己的女儿报仇 这样的恩怨 我们以鬼异的立场过多介入 反倒会落人口舌 这件事让他自己来解决是最好不过的 而且江澈心思细移 鬼异局之所以保护他 是因为他有潜力 但是他没有成长起来 那他就毫无价值 也就没有人来保护他的姐姐 至于江澈所问的那位女孩 红灵就更清楚了 毕竟他不仅欠杨青青一个人情 他的徒弟状况也是知晓的 红灵希望他能够受江澈两活宝的影响 变得更开朗一些 反观鬼秘世界中的某处车站 苏小景在进入列车时 便遇到了江澈他们 而他们这次的主线任务是 活到列车抵达终点站 鬼腿长两米八 这是女人看了都羡慕的身高 原本在江澈与苏小景会合 尽管两人都知道对方在打听自己 但都是心照不宣 这上新程度 差点都让苏小景的鬼灵 误以为自家主人喜欢上江澈那小子 然而苏小景只是好奇江澈 为什么能够爆发出 令C级鬼秘都受伤的力量 苏小景的鬼灵告诉他 那是江澈自身的强大意志 守护家人的信念 他才能不惜一切的提升鬼力 哪怕他可能会付出性命的代价 反观江澈这边 小蛮示意江澈想继续提升鬼灵 可以把大叔给他的死灵树根吃了 原来在江澈将要进入鬼秘世界时 大叔硬塞给他的 实际上大叔也是做了不少功课的 死灵树根虽然只是地级鬼物 但他可以缓慢提升鬼力 还不会对江澈的身体造成太大的负担 江澈闻言准备投桃报李 让小蛮发现不错的鬼物 带回去送给大叔 等江澈几人落座 他发现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不少挑战者在这车上 此时小蛮提醒江澈 有C级鬼异来了 江澈看得无比惊讶 一位比列车门还高的郁杰走了进来 要知道已知的列车门至少有两米高啊 而郁杰坦明自己的身份是列车长 接下来会为他们安排各自的工作 江澈系统紧接着就给他谈送了两条提示 这时列车长开始了他的安排 由苏小景两位女孩贩卖零食 每天至少要卖二百鬼币 两位社会小伙去清理各个车厢的卫生间 两位清秀小伙去厨房帮工 轮到最后江澈两人 列车长却对他们露出嫌弃的表情 并直言江澈他们令他感觉到恶心 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有些坠坠不安 见列车长死死盯着自己 江澈本以为要大事不妙 然而列车长最终也没找江澈他们麻烦 并安排江澈两人负责送餐 每天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 将食物送给三号到十四号车厢的旅客首领 紧接着对所有人告知 每天早上五点半要集合 七点之后可以回一号车厢睡觉 虽然有事可以找他 但列车长劝他们最好是不要找他 列车长走后 众人也没有交流的想法 毕竟在诡秘世界里 挑战者之间互相保持距离才是明智之举 谁知道会不会突然被被刺 苏小景也示意江澈晚点在分头行动 这让诸葛也误以为苏小景喜欢他们了 江澈劝他少恋爱吗 而且那个列车长是C级诡异 这让诸葛也不禁抱怨 怎么每次都有破格存在 与此同时厨房内 眼镜男都要被眼前的食材熏脱 这真的是要给乘客吃的吗 这简直比厕所还要来的恶心 厨师长命令他们赶紧把食材洗了 不然就剁了他们给乘客加餐 再看到江澈两人到来 厨师长指向旁边的餐车 这些都是3到13号车厢食物 而小蛮提醒江澈小心一点 这个厨师长也是C级诡异 江澈闻言只能小心询问厨师长 14号车厢怎么没有食物 厨师长踢了踢他旁边的铁桶 这里面就是他们的食物 不久后江澈一边给乘客送餐 一边观察这个列车的人数 他发现和普通列车一样 分为餐车卧铺硬做三种车厢 卧铺保守估计有50个D级诡异 硬做大约是100个E级诡异 等江澈来到14号车厢 诡异一幕令诸葛也瞬间躲到江澈身后 犹豫着要不要送这个车厢的食物 可忽然江澈身后出现一个人 他告诉江澈不用怕 只要有食物 他们是不会为难你们的 江澈疑惑不已 诡异居然会提醒他们 诸葛也也觉得诡异在骗他们 然而江澈有着系统的提醒 发现这个诡异并没有说话 可那不要让人类出现任何伤亡的提示 更让江澈疑惑了 身为诡异为什么不能伤害人类 这实在是不符合常理 但江澈相信系统不会出错 所以江澈为了查清原因 直接打开了14号车厢 也确实如此 这些鬼秘非但不伤害江澈 还惧怕江澈他们 他们看着江澈手上的食物 也不敢过来抢夺 只是车厢内的气味 差点没把江澈熏死 而小蛮按着江澈让他不要进去 这个车厢里有上百道鬼秘的气息 虽然表面只是一些FG 但小蛮感受到 里面有他都招架不住的气息 没搞清楚还是不要进去 江澈心中震惊的同时 也听话地把手中食物扔了进去 哪怕这些食物只是死老鼠什么的 这些诡异们也蜂拥而上地去抢博 看得江澈两人大为震撼 等时间来到晚上七点 列车长来给他们结算工资 每个人可以领取一千鬼币 诸葛也兴奋不已 乃香小钱钱他可从未得到过 可眼镜男却有些沉重 因为他察觉到此次绝不是什么普通的挑战 今天任务过于顺利 让他有着违和感 要知道他们这次可是地级难度 眼镜男简单说了一下他们帮助的情况 厨师长虽然看起来很凶 却也没伤害他们 甚至还主动给他们食物 两名社会小伙也是 那些旅客看到他们刷厕所犯了行 甚至会主动帮忙刷马桶 还把不充厕所的乘客 主动叫过来打扫卫生 苏小景两人同样如此 不仅乖乖地付钱 甚至还自顾自地敬家 列车长要求的二百鬼币 他们都抄额卖到了一千 诸葛也也示意他们没遇到什么困难 结果讨论来讨论去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苏小景见没有其他线索 就准备回去睡觉 而江彻心里更是清楚 现在已知就有两个C级诡异 副本存在两只月级诡异 足以说明其难度 可现在表现出的迹象 却又是一片和谐 男孩只是穿上了女装 可和他一起行动的女孩 却是想砍了他 原来江彻正准备入睡 小蛮却是把江彻叫醒了 告诉江彻苏小景 偷摸的去14号车厢 江彻闻言神色不由一愣 反观14号车厢这边 苏小景正准备开门而入 他却听到了江彻的声音 等他转过头一看 那眼睛的一幕映入他的眼里 苏小景愣愣的不说话 由于两秒半 反问江彻是喜欢半夜 穿女装到处溜达了 得知识的一瞬间 苏小景忍下了坎他的冲动 玩笑开完 苏小景询问江彻有找到线索了 江彻摇头的同时 提醒苏小景不要冒险 进入14号车厢 不然就可能把自己搭进去 闻言苏小景的鬼灵激动了 他老早就提醒自己主人 不要进这个车厢 苏小景还不相信他 不过现在经过江彻认证 苏小景倒也不准备 进入14号车厢 而是来到车厢窗口前 然后拔出自己的长剑 就想把车窗砍碎出去外面看看 江彻连忙拉住这个狐女孩 动静太大被列车长知道怎么办 可忽然一道声音 在江彻两人身后响起 江彻转头一看 就看到系统提示 眼前的鬼异要袭击他们 可似乎是因为这鬼异要死了 所以不在乎 不能对人类出手的规矩 差那间 鬼异朝着江彻两人冲去 可下一秒准备反击的苏小景蒙了 因为袭击他们的鬼异 被一只手穿心而过 而干掉鬼异的还是一只鬼异 他冷眼表述 哪怕是同类也不能坏了规矩 至于这个鬼异是列车的售货员 他让苏小景回去休息 这里他会打扫的 由于江彻穿着鬼异护工服 售货员把江彻认为同类 警告他绝不能对人类动手 苏小景听闻不禁皱眉 鬼异居然会保护人类 这里面绝对有什么阴谋 所以趁着售货员不注意 苏小景准备把他直接干掉 可江彻却出手阻止了他 还示意苏小景快回去睡觉 通过面部表情向苏小景传递 这里交给他就行 苏小景看到是看出来了 也相信江彻 点头示意自己回去 等待两人把那只鬼异处理完后 江彻开始对售货员套话 说自己记不得一些事 为什么要保护那些愚蠢的人类 然而售货员只是反驳 江彻人类并不愚蠢 就没有再提供什么有用的信息 江彻不禁苦恼起来 可忽然江彻想到自己 还有一个骨灰盒没有用 于是江彻打开了骨灰盒 获得一个复活到草原 一把万能钥匙 香香的肉食拼盘 以及最后的两个C4炸弹 江彻看得无比傻眼 这是要让他去把列车炸了 与此同时现实世界余山镇 这里的战斗无比惨烈 队长及牺牲都是常有的事 要知道鬼异小队的队长 基本都是S级以上的挑战者 而这名王队长就是 他深知自己无法再活下去 让严队长不要再浪费医疗资源了 有些人比他更需要这些 甚至惋惜自己破损的眼角膜 不能如约捐献给一位小姑娘 他开口询问医生 帮他看一看还有没有能用的器官 得知自己的心脏还没有被侵蚀 王队长开心一笑 吩咐医生把他的心脏捐了 话语落下 王队长便适适而去 严队长落寞来到指挥部 向指挥官汇报王队长牺牲一事 指挥官一愣 摘下了自己的帽子 同时也告诉严队长 他怀疑营地出现了叛徒 他们之所以会受到如此重创 是因为鬼异里的那些鬼异 对他们的战力分布了如指掌 以及挑战者的队伍 必然会遇到S级鬼异 而S级挑战者的队伍 必然会遇到多个S级鬼异 而且那些鬼异 对他们的能力也极为了解 甚至对每个队伍的人员分配 都了如指掌 导致这种状况出现 必然是内部出现了叛徒 而严队长也向指挥官汇报 在他和王队长撤退时 他发现这片鬼异似乎和鬼异事件 有某种方式的连接 被消灭的鬼异会得到武冲 而他们则是一直被消耗 只要那处连接还在 那就会有无数的鬼异蜂拥拥而来 如果无法切断那处连接 这将会变成一场无休止的战斗 指挥官也明白这事的重要性 准备立马派人去调查 只不过让他不明白的是 这群鬼异为什么要前仆后劫 赶来于山镇这种小地方 难道是这里有着什么东西 在吸引着他们吗 反观鬼异世界内 江澈用那个肉食拼盘贿赂售货员 得知了他们的终点站在买谷之地 江澈便试探地表示 想给14号车厢吃点好的 随着售货员愤怒地说 那群看门狗还不配 并且在肉食拼盘的诱惑下 他告诉江澈 第一他们的任务是保证人类的安全 第二是把15号车厢内的东西 送到买谷之地 而14号车厢那些家伙 就是给15号车厢开门的 再得到关键线索 江澈解锁名为牺牲的挑战任务 这让江澈一时摸不着头脑 便向售货员告别 再来到卫生间换回自己衣服后 准备再探寻更多的线索 然后再试着将任务线索串联的他 发现苏小景和其他挑战者对峙在一起 眼镜难看到江澈的一刹呢 就是开口质问他去哪了 这不善个勇气 江澈也是回对他 就算他和苏小景去造小人 也不管他的事 眼镜难怒了 我们不住在一起 谁管你们干什么 但是住在一起 你们偷摸出去 万一引来诡异的怒 很可能会害死我们 最让眼镜难受不了的是 江澈他们出门居然还不关门 这确实令江澈有些理亏 眼镜难也知道江澈他们想找挑战任务的限组 可他就想白调这次主线的奖励 不想多生事端 是一颗C4炸弹 可同样他也是一门艺术 原来江澈由于出去寻找挑战任务限组 引来了其他人的不满 他们的吵闹声 也惊醒了正在沉睡的诸葛也 而在他的视角中 那就是江澈和苏小景两人 背着他在一起了 诸葛也瞬间怒火上涌 加入其他人一起讨伐江澈 实际上眼镜难也没想和江澈起冲突 知道江澈他们想要奖励 但也要为其他人考虑一下不是 这时除去苏小景另外一位女孩站出来劝奖 双方也给了他一个面子 毕竟江澈也懂得换位思考 不是人人都向他有系统可以规避威胁 他们不过就想白条的地级主线任务讲一把 所以在他们没有敌意之前 江澈也不打算起什么冲突 苏小景文言有些不情愿的和尚配件 男人就是这样 好说话都是好兄弟 眼镜难示意自己欠江澈一个人请 等出去让江澈来他们工会请他吃饭 面对江澈好奇他们是什么工会 眼镜难顿时和那两名社会小伙 摆出一个杀雕姿势告诉江澈 他们来自钢器工会 然后反问江澈他们来自什么工会 或者是固定组合 江澈表示他们是帅气逼人组合 而他是帅气 苏小景立马抢答自己誓言 诸葛也脱口而出的话语瞬间愣住 众人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气氛缓和后 大家不禁开始聊起来 江澈知道他们工会是民间自我组成 他们的会长是个一级挑战人 还自愿去前去于山镇之园 猫儿女还似乎知道些什么 着急说不怕有危险吗 眼镜难不好意思说了一句 大下新王匹夫有责 要不是他实力弱 也会跟着会长前去 诸葛也好奇地询问他们 知道这次渗透的鬼域是什么地方吗 眼镜难刚好知道 是一个叫做王林镇的S级挑战场景 而且王林镇号称为S级目的 数不清挑战者死在其中 所以他的另一个别名叫做埋谷之地 闻言的江澈惊出一身冷汗 他不由地站起身来 再向他们确定渗透到于山镇的鬼域 就是埋谷之地后 江澈也是坦白他获得的线索 告诉他们此次终点站就在埋谷之地 话语一出 屋内瞬间寂静一片 而江澈也不再藏着掖着 一并告诉他们这次挑战任务叫做牺牲 小蛮这时向江澈示意他想起一些记忆 王林镇里有个号称王林之主的SS级鬼域 不说他有很多的S级的手下 就这个王林之主 传言他已经摸到了SS级的门槛 江澈所属的岩队长实力小蛮看不透 但最多不过SS级 可也是没有用 大概率会死在那里 此时其他人出来调解气氛 表示他们只要到终点站就能完成任务 会没事的 可忽然所有人任务重置 由七天存活到终点站改成两天 任务难度还是未知 与此同时敲门声响起 列车长在门外告诉他们 原定的路线出了些问题 需要换一条路线 刚好找到了一条备用路线 虽然这轨道年久失修 但足以让列车安稳通过 也是多亏这条备用路线 让路程缩短了不少时间 列车长笑容满面地说 如果到站不想下车 想继续工作他们也是无比欢迎 然而江澈看着系统提示 就知道这位列车长 是个表里不一的大雷女 列车长走后 诸葛也急得向江澈询问怎么办 要知道主线任务变更 是噩梦模式才会发生 可问题是 如果变更为噩梦模式 绝对会有通知的 所以也只能静观其变 时间来到第二天 列车长如约给江澈他们发工资 这一天下来还是没有发生什么 眼镜男有些沉默 他似乎猜到为什么挑战任务叫做牺牲 买谷之地渗透到了现实世界的虞山镇 而他们的终点站在买谷之地 那么列车上诡异不就是去支援的吗 所以这是要牺牲主线任务奖励 来阻止列车到达终点站 他的同伴急了 这要怎么阻止 列车长一根长腿就能踹死他 再说虞山镇都是S级大佬 会怕车上最多不过的C级诡异吗 江澈不由猜测 这趟列车真正的目标 他是运送15号列车上的某件重要物品 江澈有了某种决定 而眼镜男也是放弃之前提议的套路 他向众人道歉是他率先坐不住 虞山镇的情况 他很清楚知道是相当坦恋 作为一个大下人 作为一个挑战者 甚至作为一个人类 哪怕只有一丝机会能帮上忙 他也绝不会放弃 也承诺自己到时他们主线任务失败 绝对会补偿他们 江澈倒是不在意 简单的主线任务有什么好奖励 然后拿出他得到的C4炸弹 大声询问他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艺术就是爆炸 众人一看不由惊喜出声 只要有了这玩意 炸列车还不是简简单单 江澈提议把14号车厢炸了 也表明根据线索 这群诡秘是在护送15号车厢的东西 众人文言全都下定决心放弃主线任务 纷纷要加入这次的炸列车行动 然后开始狗狗碎碎往14号车厢走去 可要出去只能砸车窗 但绝对会把诡异惊醒 苏小景提议把他们全都杀了 不过猫儿妹子表示他有办法 紧接着他掏出一个爱心麦克风 这个进屋可以催眠小范围内的诡秘 妹子深吸一口气后 便开始了他的演唱 尽管看起来有些不对劲 但是效果拔去 不仅把诡异们唱睡着了 也把其他人唱入迷了 片刻后 苏小景一箭砍碎车窗 江测示意自己去装C4炸弹 让他们看着点诡异 可当他自己上来时 苏小景两人也跟着上来了 江测正要开口询问 他们的脚下忽然荡起朦胧的烟雾 这些烟雾形成一只只鬼手 与此同时江测获得了新的线索 江测明白怕是处罚 15号车厢的自我保护机制 而苏小景在砍断这些鬼手后 发现这些鬼手会吸收列车恢复 苏小景立马让江测去装炸弹 他来掩护 江测闻言快速朝着节点飞奔而去 把C4炸弹安装到15号车厢连接处 可有一阵心跳传入江测耳中 江测管不了太多 诸葛也一直在不停地催促 但C4炸弹爆炸却要72小时 诸葛也本想说还不急 反应过来的他大骂江测 不会把定时改了吗 这时间列车到站都炸不了吧 江测就把时间缩小到了10秒 没等诸葛也松口气 众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恨不得再长出两条腿跑路 下一刻时间归零 剧烈的爆炸在江测他们身后产生 江测三人被气浪先飞了出去 而那爆炸也映入他们眼中 此时他们似乎真正明白了 让一切在瞬间化为乌鱿 就是爆炸艺术的真谛 只是一颗诡异的心脏 却令男孩第一次感受到了死亡 原来艺术真的就是爆炸 江测他们用一个C4炸弹 把列车炸上天后 这也是瞬间惊动了熟睡的列车长 乘务员告诉他 不知道什么原因 后方尾部的列车好像发生了爆炸 11号到15号车厢 全都脱离阵飞了出去 列车长出门一看不惊择了一声 可不管怎么样 必须要把那东西暗示送到 江测稳在躲避列车长的视线 谁知苏小景忽然拉着他说 列车非常不对劲 车厢断裂处居然在不断流血 江测闻言先是一蒙 然后发现诸葛也不见了 苏小景指了旨意旁道插秧的人意 等江测把诸葛也拔出来后 怎么叫都叫不行 对此江测直接来一句苏小景否光了 这句话对诸葛也来说就是灵丹妙药 与此同时列车长正在一边查看被炸毁的列车 一边命令人去维修 而偷偷路过的江测三人 理所当然被列车长发现 列车长质问他们为什么在这 苏小景两人做好了动手的准备 不过江测有着系统的提示 知道列车长不想多声事端 于是他就解释他们三人刚才去上厕所 诸葛也看懂了江测前意思 也是立马跟着附和 在他的一阵乱七八糟啰嗦下 列车长不想再听 命令江测他们滚回自己的车厢 回到车厢的几人 正在清理身上的污渍 而眼镜男他们这时赶了回来 大骂江测是不是有病 差一点就把他们炸死了 不过列车摧毁了倒是值得高兴 可下一秒 列车长却发出通知 列车将在十分钟后修理完毕 大家安心等待就好 话语一出所有人都蒙了 列车都被炸上天了 怎么可能修得这么快 江测拿出了他最后的C4炸弹 难不成还要再炸一遍吗 眼镜男示意没有用 这个修复速度 就算再炸十遍 都改变不了结果 所以只能再去想其他办法 而江测倒是想起之前苏小锦所说 这辆列车会流血 里面绝对有着关键线索 于是江测打算明天送餐时 直接进入那个14号车厢 到15号车厢去看看 里面到底有着什么东西 时间来到第二天上午 江测打开14号车厢 一群恶鬼门就朝他们扑来 江测让诸葛也打个光 诸葛也掏出他的发光镜物 可对恶鬼门根本没什么用 诸葛也都被吓得扔飞了 以为自己要被袭击的诸葛也 却看到诡异拿起他的手镯 将他还给了自己 然后跪在地上瑟瑟发抖 这让诸葛也都看懵了 不明白这些恶鬼怎么回事 可当他转头一看 就看到了一位陌生的机车美女 原来这次是小蛮主动现身 不再是隐匿在江测身边 而小蛮身上散发的强大气息 正是恶鬼门害怕的原因 诸葛也反映过来这是江测的鬼 只是他觉得好像在哪见过 江测懒得管他 询问恶鬼门 知道15号车厢里是什么东西吗 恶鬼门纷纷摇头表示不知 他们只是车厢的燃料 江测看到新的线索提示 他似乎明白了 列车之所以会流血 是因为他把这些鬼充当燃料来使用 也怪不得他怎么觉得鬼少了许多 小蛮这时示意江测不用问了 这些恶鬼精神都遭受到毁灭性的重创 只剩下了对生存的本能和恐惧 至于小蛮进入14号车厢后便知道 真正让他心计的不是这群失智的恶鬼 而是15号车厢的东西 此时江测却把他的血骨刀掏了出来 他虽然不知道列车长怎么使用这些燃料 但只要没了燃料 列车自然无法前进 所以江测痛下杀手 看得诸葛也一阵打哗 江测念完一句阿弥陀佛后 便来到了15号车厢前 只不过被锁着进不去 江测则拿出了那把万能钥匙 直接就把锁打开了 小蛮主动开始和江测融合 毕竟不知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一头金发的江测再次出现 可当两人进入15号车厢 却发现什么也没有 只有中央摆放着一个木盒 散发着道道诡异的气息 而江测忽然感到一阵刺痛外 他与小蛮的合体被破解除 欲感到大事不妙的他 立马呼唤着诸葛也快跑 小蛮脑海中准确告诉江测 盒子里有着SSS级别的力量 并且本要出来帮助江测的小蛮 他的精神连接也被切断 不仅如此 江测他们与门口的距离越来越远 下一秒 江测两人忽然爆炸化作两朵虚物 只剩下一双鞋留在了原地 等江测复活后 江测痛苦捂着脑袋 他被真正意义上的秒杀 小蛮也告诉江测 那个盒子是专门用来封印诡秘的器官 而根据盒子上的花纹 以及散发出的气息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那是来自一颗SSS级的鬼迷心脏 文言的江测瞳孔剧烈收缩 这不过是个地级场景的挑战 怎么会不合理到这种地步 短短两秒半 他就和诸葛也损失一条命 不过他还有个替身娃娃 就是不知道诸葛也有没有 这次倒也不是江测的莽撞 毕竟任谁也想不到 会出现如此超规格的东西 苏小景来到江测的身前 示意江测调整呼吸 重新冷静一下 还只不过换了一个发型 无数诡异连面对他都做不到 就在江测给自己注射一针镇定气候 他对苏小景示意自己没事了 苏小景知道江测他们死过一次 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 所以正想询问江测 也就在这时 眼镜男一群人走了进来 苏小景立马剑指眼镜男他们 江测见状让苏小景放宽心 他的死不是因为挑战者内务 而是被15号车厢秒杀了 也告诉他们在15号车内 有着一颗SSS级诡异心脏 这话不亚于扔下一颗炸弹 然而更劲爆的是江测还告诉他们 关于买骨之地SS级亡灵君主之事 有了这颗心脏就能进阶SSS级诡异 所以想要完成挑战任务 必须要阻止列车到战 而他已经把14号车厢内 作为燃料的诡异们全干掉了 接着江测转头看向醒来的诸葛也 让他别参加这次行动了 毕竟害得他损失一次复活机会 然而诸葛也并不同意 要是自己有尺寸的 对此江测也不管他了 眼镜男这时告诉他们发现的一条线索 那就是列车修复的这么快 是因为陷进了列车上的诡异们 所以想要炸毁列车 那就只有粗暴将诡异们全暗杀了 所有人纷纷开始行动 只不过有些挑战者实力并不强 就算去暗杀也没能够干掉诡异 反而还把他们的计划全暴露了 所以列车长直接通知所有诡异 杀光那些不识趣的人类蝼蚁 保证列车抵达终点站 也是撕破这虚伪的和平假象 而率先动手之人将要被干掉时 还是那两名社会小伙现身帮忙 把诡异的手臂砍断 再确定这名挑战者没事 他拿出一把一级镜物鬼刀给他 此时的诡异虽然被斩断一条胳膊 可还是不屑出声 狂妄自大的人类 却总觉得能以弱智强以少胜度 我们明明已经放过你们了 你们却还想要破坏亡灵大人的计划 你们的行为荒谬至极 也确实如诡异所说 同级情况下 诡异往往要比人类来得强大 一般三个D级挑战者 对付一个D级鬼秘才是正常操作 不过在列车上却是反过来了 但他们同样不拒救时 反观苏小景这边 有着猫儿妹子的催眠麦克风载 轻而易举的就将诡异们斩杀 实际上按照计划 由社会小伙托住D级鬼异们 苏小景他们 从最容易搞定的13号车厢杀起 而眼镜男负责在这接应他们 可面对十几个一级鬼异 眼镜男深知自己不是对手 在面对鬼异们的嘲讽 本在惧怕的眼镜男突然动手 鬼异们有些蒙圈 本还在颤抖恐惧的人类 宛若换了一个人格 开始主动对他们出手 可当鬼异们反应过来 眼镜男的爆发并没有改变什么 不过两秒半的功夫 眼镜男就被鬼异给干掉了 他不可置信看着穿肠而过的手 而被他刺中心脏的鬼异 撕开自己的衣服 露出了他那没有心脏的身躯 至于江彻这边 他把C4炸弹交给了诸葛爷 吩咐他去把动力车厢炸了 紧接着江彻拿出死灵树根 将他吃了下去 本就距离地级门槛差一步的江彻 在死灵树根的帮助下 他的鬼力正式突破到地级挑战者 江彻呼唤出小蛮与他融合 要知道随着鬼力的提升 鬼灵附体的强化效果 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而299鬼力和300鬼力 完全是两个概念 一旦鬼力达到300 鬼力的强度就会发生质的飞跃 现在金色长发的江彻 即便是面对C级诡异 还是拥有鬼虚的那种 江彻他都自信能与其一战 这时诸葛也搭上江彻的肩膀 对他竖起大拇指 兄弟你长发的样子好香啊 江彻给他一个鬼字 不过眼镜男也在这时复活了 长发的江彻差一点也被他误以为是妹子 江彻大声反驳外 也是询问他怎么这么快就死了 眼镜男示意诡异太多不是对手 也告诉江彻他面对的诡异 都是没有心脏的 闻言的江彻不解 那天晚上对他出手的诡异 明明是拥有心脏的 得知眼镜男还有复活机会 江彻便安排他和诸葛也一起去炸列车 而他自己则去解决剩下的诡异 与此同时 由于诡异太多 挑战者们一直处于下风 不过这是一道金光闪过 所有诡异被一刀销售 江彻咧嘴一笑 他的速度还是不够快啊 随即江彻赶往下一个车厢 在诡异蒙逼下 一道道四线闪过 紧接着他们的脑袋就没了 两名社会小伙也蒙了 刚才什么金光闪过去 感觉自己好像在玩不同种游戏 别人一刀999 而自己打声打死打不过 那名清秀小伙告诉他们 刚才那道金光是江彻 至于江彻那是一截一截车厢 不断闪烁而过 很快就与苏小景他回合了 也就表明车厢上所有的诡异 已经全部被江彻斩杀 无论是一级诡异 还是地级诡异 都不是江彻的一核之敌 等诸葛也安装好炸弹 准备来帮助江彻 得知已经解决完了 并且还是江彻一个人干的 诸葛也眼睛都要听得瞪出来 他知道江彻很强 却没想到这么强 不过没见过江彻长发样子的其他人 开始好奇江彻的性别 江彻当即愤怒表示自己是男的 不久后C4炸弹定时时间到 爆炸就是一属 列车所在的动力车厢瞬间被炸毁 而江彻他们早已跳出了列车 不过计划并未结束 列车长与厨师长始终都没有出现 还只是有点单纯 可他却被一拳轰成了血污 在江彻他们解决列车上所有诡异 再用C4炸弹 把列车架上天后 他们并未收到挑战任务完成的提示 只因身为列车上 两位最强的C级诡异并未解决 列车长这时反问江彻他们 不会真以为破坏了列车 就能够阻止列车到战吧 原来列车长他们本身就是有恃无恐 无论江彻怎么破坏 最终都是改变不了到战的结果 所有人文言不禁沉默 江彻率先站了出来 他示意自己一人去解决列车长 然后其他人组团去拖住那个厨师长 只要他干掉列车长 厨师长就不足为虑 可列车长忽然诡异一笑 江彻一愣 立马回头大喊快躲开 然而反应慢一拍的猫儿妹子 已经来不及闪躲 列车长已然顺身来到他的上空 一拳朝着妹子轰了下去 妹子整个人瞬间炸成一团血污 列车长舔了舔嘴角 既然你们这么想死 那就满足你们 江彻瞳孔一缩 瞬间与小蛮融合在一起 暴怒地朝着列车长杀去 然而列车长只是举起手 并不把江彻放在眼里 可下一秒 江彻一刀斩过 列车长的手顿时被一分为二 列车长鬼都傻了 原来是列车长还把江彻 当成一级挑战者 而江彻怒骂了他一句 就是送给列车长一个大脚鸭子 厨师长健壮急的脱口 而出一声姐姐 正要去支援 苏小景趁着他分神的时机 来到厨师长的身后 狠狠一剑朝着他展落而下 厨师长在仓促抵抗之间 本想要出烟侮辱苏小景 却又被社会小伙偷袭得逞 反观列车长这边 他已经来不及知道 江彻什么时候提升到地级 因为江彻对他那是穷追不舍 又是一剑把他手臂砍断 列车长转头看向江彻并未屈服 江彻挥刀而下 想要将列车长彻底解决 然而列车长忽然放声大笑起来 反问江彻真觉得一个地级就能杀他吗 只见江彻身后的列车冒出无数鬼手 紧接着列车长怒喝一声鬼术地狱鬼手 鬼手化作利刃向着江彻展来 俘虏也是一种鬼术 江彻文言本想让小蛮放一个鬼术 然而小蛮摊了摊手 示意自己这么强 完全不需要学那些花里花跳的东西 简单来说就是小蛮不会 江彻一边斩碎鬼手的袭击 一边想着解决方案 忽然听见诸葛也的声音 他发动自己的鬼术 帮江彻解决了一些鬼手 可与此同时 诸葛也自然也被列车长所盯上 反而让自己陷入了困境 看得江彻极度无语 并且还把江彻也给连累了 不过列车长并未第一时间解决江彻两人 而是看上了江彻体内的鬼灵小蛮 这么强大存在 跟着江彻实在浪费 所以想让江彻解除于小蛮的契约 他就留江彻一个全尸 实际上列车长知道江彻他们发现列车的秘密 但还是给江彻他们一个安全离开的机会 但是他没想到江彻他们会舍弃自己的利益 一而再再而三地以身犯险 有什么东西 能比自己更加重要 我最讨厌的 就是你们这种虚伪的人 反观现实世界的虞山镇 诡异的尸体不计其数 在一旁的高楼站着两位人影 有着披风的男子静静开口 今夜凌晨十二年 我将会得到一颗SSS级的心脏 届时我将成为真正的王 而你们的世界 也将进入永无止境的黑夜之中 没错 他正是亡灵君主 而与他对峙之人 居然是大叔他们小队的岩队长 不仅如此 亡灵君主还对他抛出橄榄枝 邀请岩队长加入他们 成为他的鬼屋 跟随他的步伐 统治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本就是为少数强者而准备 要说原因 还是严队长以前的身份 他是十年前消失的传奇人物 名为阴阳鬼刀的挑战者 凭一己之力剿灭输个鬼域 还能够修复并驾驭王级禁物之人 文言的严队长咧嘴一笑 他拔出插在身上的钢钉 统治这个世界 不要说笑了 这是我们的世界 大厦境内 伪秘进行 我会在你成为王之前杀了你